重生归来,我直接给了白眼狼兄妹一个大耳光 只因前世我付出一切将三人培养长大 可不曾想,二妹周柳事业有成后选择和我断绝关系 而三妹周如却跟一个精神小伙走在了一起 结婚后甚至搬空了家里的一切 四弟周嫣更是拿着我的救命钱去上了牌桌 而当我领洗钱,三兄妹都不曾来看我一眼 如今我重生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哥,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我就要和小昆哥在一起 二姐四弟都同意,凭什么你不同意 你就是看不得我幸福 熟悉的配方,这一事我不会再阻止 周如,你和那个混混的事我不管 你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不要哪一天后悔了 抱怨没人劝你 此话一出,周如先是一惊 随即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大哥,昆哥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看中的男人不会错 就算这是一条错路,哪怕跪着我也会把他走完 我只是笑而不语 真是很期待你被狠狠打脸的那一天 四弟周嫣见缝插针 再次提出辍学的想法 大哥,你都答应三姐了 那我不想上学这事,你看怎么样 而我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 平静地说道,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真的吗大哥,你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啊 这话同样引起了周柳和周如的感同身受 他们感觉眼前的大哥好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从今天起,我们分家吧 以后你们过你们的人生,大家互不打扰 听到要分家,兄妹三人全都一脸震惊 周柳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哥,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应该要好好待在一起吗 我不同意分家 哥,你就算不同意我和小坤哥在一起 也用不着这样吧 对啊哥,你当初答应过爸妈要照顾好我们三个 你怎么能反悔呢 如今重活一世 我绝不会再为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人生与未来 这个家必须分,没得商量 大哥,既然你坚持要分家 可以,但必须公平 我拿出家里的存者 父母走时一共留下九千多块钱 全在这里 哥,我记得爸爸走时明明有一万五啊 那六千呢 你们三个上学不需要花钱吗 吃喝拉撒不需要花钱吗 你们有人犯错 我不得给人赔钱吗 我一连三句反问 直接对得周柳无言以对 周如和周焉也都面露尴尬 房子是公家的 明年收回 我可以不要钱 只要房内一年的使用权和父母留下的东西 以及你们三个必须迁出户口 同意的话 那九千块钱你们三个分 而三人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既然这样 那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以后大家自己养活自己 我不会再管任何人 哥,你太瞧不起人了吧 好像我们三个离了你全都会饿起一样 想来大哥早就不想和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 认为我们是拖累 那就各个各的吧 周柳扔下这句话 率先走得出去 好好的一个家 就这么被弄散了 大哥你肯定会后悔的 二姐等等我 我们一起走 周焉见两人离开 也不再停留 房间内请客间只剩下了周辰一人 接下来重回校园 修正我的人生轨迹 这一辈子 我要堂堂正正地考进理想中的大学 半个小时后 我来到记忆中几乎快要模糊的高中 吴老师对不起 我想回来继续上学 臭小子 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你很久没上课 以前的知识可能都忘了 待会我先给你一些书 简单复习一下 争取明年考个好大学 吴老师 我不会再让您失望 一定考个好大学 报答您 随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县城的一处工地 这里正是我打工的地方 你小子怎么才来 我记得你从来没旷过工 但你也不用担心 有师父召你 已经给你算作请假了 不用担心扣工资问题 师父 我这次来 其实是想和您告别的 我想回去继续上学 你这个臭小子终于想明白了 你这么年轻 有无限的可能 的确不应该和我们一样 做这些利器活 师父 你愿意放我走啊 废话 你是我徒弟 哪个师父不希望徒弟有出息的 你本来学东西就快 学好了考出去 去大城市发展 师父的话让我心生感动 这是真心为我的未来考虑 就是可惜了 我原本打算给你弄到食堂 学学厨艺 以后负责我们的伙食 看来这个想法泡汤了 回去好好学习吧 听到这里我微微一正 师父 你说的食堂是什么意思 食堂不是李经理在做吗 您能把人安排进去吗 小兄弟 李经理背头酥了 他弄的那些破货 十八思查的领导 齿坏了肚子 目前正在准备 把食堂承包出去 逆死府恨幸运 领导爸这次缴给了逆死府办 徒儿 是不是感到有些惋惜 我跟你说 食堂的工作比工地轻松多了 要不是我现在带着队 我都想 学老七正说着却被我打断 师父 这食堂我能承包吗 听到我要承包食堂 在场的人全都愣了一下 你小子少拿你师父开涮 就算承包给你 你也做不了 你会做大锅饭吗 九色 小兄弟 你可别把你食肤啃死 我知道这些人不信 当即爆出各种青菜的价格 以及牛羊肉的肉价 除了菜价 我还知道从哪里进菜便宜 我虽然不会做大锅菜 但是我可以雇人来做 还能做到比原来的食堂便宜 我觉得上面的领导不见得会反对 我只想要一个证明的机会 众人文言面面相许 徒弟你是认真的吗 那我就把这个机会给你 今天的晚饭交给你来弄 我把领导叫过来亲自品尝 你小子千万别给我丢脸 文言我心中意喜 如果真能拿下食堂的承包 我就不用把心思花费在赚钱上 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运气好的话 甚至能把大学的学费全部赚出来 孙总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徒弟周辰 孙总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然后笑着说道 你的菜做得不错 但我想问你一个无关的问题 我听说你连今天进菜的钱都没有 是管你师傅借的 我想知道你凭什么认为 一定能拿下这食堂生意 孙总 讲实话我并没有信心 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至于承包食堂的钱 我想按天支付承包费 可以把承包费与伙食费算在一起 工地这头只需支付前一天的伙食费 如果你哪天觉得我做的菜不够好 可以随时终止合作 当天的伙食费 我愿意自掏腰包 我只是笔直地站在那里 没有鳄鱼奉承 有的只是满脸的真诚 那如果今天的伙食我不满意 你就白忙活了一场 至少赔掉几百块钱 你甘心吗 不甘心 但我听过一句话 你直观努力 剩下的交给天意 如果事与愿违 上天一定另有安排 看着我眼神如此坚定 孙总当即说道 承包给你可以 但鉴于你无法一次性拿出承包费用 你需要多支付500块承包费 你没意见吧 文言我开心地笑了 没意见 只是多支付500块钱而已 已经很感谢孙总了 见状孙总也是离开了 我对着孙总的背影深深地拘了一躬 感谢孙总 同时也感谢师父 没有你 我不可能拿下工地食堂 小陈啊 你不用谢我 师父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但是食堂会耽误你不少时间 你上学怎么办 食堂我交给娟姐来做 她答应过来帮我了 而我负责净菜 不会耽误上课 那就好 娟姐 这四十块钱是今天的工资 以后天天日节 希望娟姐你别嫌弃 我以后得上学 帮不上什么忙 很多活都得麻烦你来干 那好 谢谢孙晨弟弟 第二天一早 周如就在门口拦住了我 哥 你真的回去继续上学了 我以为二姐在开玩笑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有事吗 没事的话请你让开 哥 你凶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继续回来上学啊 你不是不喜欢念书吗 咱们家有二姐上学就够了 你不如把钱拿出来 勾二姐专心读书 呵呵 我不喜欢念书 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只是想把上学的机会 留给你们兄妹三人 哥 你也知道我现在和小坤哥在一起 人家女孩子去到南方家 娘家这头都是要给陪嫁的 这些我早就想好了 你给我拿两万就行 周如 我们已经分家当过 我没有义务再去管你们任何一个人 陪嫁钱一分没有 你若是觉得在人家抬不起头 也可以选择不嫁 没人逼你 随即我便走出了家门 周辰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看我过得不幸福对不对 你怎么那么冷血 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 你变了 你不是我心中那个好大哥 你太令我失望了 听到这里我停下了脚步 周如 谁都有资格说我 唯独你们三个没有 我对不起任何人 唯独没对不起你们 你还好意思跑来跟我要陪嫁 那别人娶媳妇必须给的彩礼 你让我看到一分了吗 说完我再也没有停留 直接离开了 妈妈说我以后嫁人 就把他那个金戒指给我 我现在就把金戒指拿回来 以后就是我和小坤哥的家底 很快上午的课程就结束了 办公室内吴老师一脸关心问道 上了一天的课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找回当初上学时的状态 我在努力适应 因为有太多的知识点遗忘 而且有些地方出现了改动 但我觉得用不了多久 见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关系 你才回来第一天 没进入状态十分正常 对了小陈 这是校服 符合你的尺码 明天穿校服来上学吧 吴老师 这校服多少钱 我给您 什么钱不钱的 这套校服尺码太大 别人穿不了 刚好适合你 扔在那里也是浪费 你别嫌弃就行 我知道吴老师肯定是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心 才编造出这么一个理由 谢谢吴老师 放学后我立马来到了工地食堂 看到娟姐在忙活 师傅也在一旁帮忙 师傅我来就行 您先去吃饭吧 行 正好你小子来了 我歇会 两个半个小时后 工人们全部吃完回去休息 我也从会计办公室走了出来 看着手里的钱 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逃出一天的运营成本 我还剩三百块钱 这样下来 一个月能赚将近一万块 回到食堂后 我把今天的工钱给了娟姐 娟姐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不能让师傅跟着忙活 你能找个品行端正的人 跟你一起搭把手吗 我可以支付同样的工资 某问题 刚好我又一个寝妻正在照工作 到了下午我走到家门口 发现家里的门却是打开的 这是禁贼了吗 小陈了 周如上午回来过 后来抱着一个箱子走的 看来以后要换把锁了 与此同时 周如在灯光下 正照着手指上的金戒指 这一枚金戒指 能卖好几千块钱呢 现在是属于我的了 老婆 太假的事情 你跟你哥说了吗 地狱两碗 你可绝对不能干 这钱是拿过来的 咱们俩过日子用 属于咱们俩的家地 他说没有赔价钱 我愿意嫁就嫁 不嫁拉倒 我们已经分家了 没义务再照顾我 什么 他真是这么说的 周如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见状赵坤更气了 你哥太不是东西了吧 那家假女人不给配嫁的 就算你爸妈不在了 但她是当打格的 张雄入父的道理 他不知道吗 还有你 他说没有酒痛一样 你脑子被滤踢了吧 赵坤 你敢吼我 你说谁被滤踢了 你再说一遍 周如本就郁闷 见赵坤敢训自己 不由的想起 周晨白天时说的那些话 姓赵的 你让我去跟我娘家要陪嫁 那你们家给我的彩礼呢 别的女孩子嫁人 南方都给彩礼 我连学都不上了 只为了跟你在一起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那你把我的彩礼给我啊 周如越说越委屈 眼泪巴搭巴搭掉 你知道我哥说我什么吗 他说我不值钱 我真不值得你们家给彩礼吗 赵坤自知理亏 他们家的确想不花钱 把周如娶到家 老婆对不起 是我刚刚态度不好 你放心 财礼肯定有 但是咱们家的情况 你也知道 爸妈其实想给咱们 卖一套打方子 如果给你财礼 这打方子就卖不起了 而且咱们结婚后 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也是为咱们俩 这个肖家作香啊 在赵坤一顿甜言蜜语下 周如停住了哭泣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们家会风风光光的娶我 当然 你可是我赵坤的女人 我怎么能委屈你 可是 我哥不给我赔价钱 我能怎么办 而且她真的没有钱 你格斗又欠赏穴 我不嫌弹不道歉 我觉得你爸妈 可能早就给你 溜出配甲钱 这是折剑是你不知道 周如文言也觉得有道理 那 那我该怎么做 简单 继续颤着她 知道她坑那位置 那我们明天早点过去 去家里找我哥 实在不行 我就发动邻居 让大爷大娘们帮我说话 哥 你不是故意躲着我 所以才这么晚回来吧 这个白眼狼三妹 怎么没完没了 既然还有脸来 周如 你来做什么 哥 我带小坤哥来看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知道你不喜欢小坤哥 但这么多邻居看着呢 你得给小坤哥点面子吧 我不需要你带他来看我 我也和你说过了 分家之后各过各的 至于你喜欢和谁在一起 我更不会管 哥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 我今天来是拿爸妈 留给我的赔价钱 之前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希望你能把赔价钱给我 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大哥 周如 我昨天跟你说的很明白 爸妈走后只留下那一万多 要不是我在外面打工 供你们三个白眼狼 一万多早就花光了 那你上学怎么有钱呢 你少骗人了 我觉得小坤哥说的没错 你就是把爸妈留给我的 赔价钱藏了起来 你就是想夺吞不给我们 听到这里 我又想起了前世在工地 累洗累活的场景 我红着眼睛 怒气冲冲的说道 滚 立刻滚 周如见此情景 也是被吓了一条 毕竟他从没见过我 对他露出过这种眼神 老婆别怕 有我在这里 就算他是你哥 我也不允许他欺负你 周如沉默地站在赵坤身边 此刻有些手足无措 大舅哥 我看在你是萧令哥哥的份上 我才会这么叫你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会让萧令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欺负我老婆 我不管你使睡 我都不会原谅 别再来打扰我 周如 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哼 你放心 我喜都不会去打扰你 从今以后 我没你这个狠心大哥 周围的邻居 见兄妹二人闹得如此不愉快 纷纷前来相劝 小陈啊 你们兄妹别闹得这么僵啊 虽然小林这孩子不成熟 但你是当大哥的 让着点他吗 是啊小陈 就算分家了 胆不也是兄妹吗 呵呵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前世我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里 想到这里 我立声呵斥到 几位大妈 我劝你们以后 应与天气尽量少出门 小心被雷劈喜 第二天一早 我拿着一大包蔬菜 来到工地食堂 师父 我这两天要摸底考试了 所以这两天 还想请您多帮帮食堂 等我忙完这一阵 早好好孝敬你 傻孩子 等你放心吧 目前还是要好好学习 这样将来才有出息 食堂这边你就放心吧 两天半后 莫迪考试结束 我的名次赫然排列在了249 妾 就这样的成绩 还回来上学 有什么意义呢 二妹周流 趾高气扬的来到我的面前 我说大哥 要不你还是把上学的钱 拿出来供我一个人吧 毕竟我可是年纪前十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们已经分家了 我没有义务 再给你钱了 想到这里我又黑着脸说道 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年之后 我会让你看看 谁是江城市的高考状元 此话一出 竟然引得周流哈哈大笑 拉倒吧周辰 你片刻太严重了 也就语文和英语能好点 吴老师的话 令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是没关系 你才回来不到一周 能考成这样 其实已经超出我的意料了 只要你把其他几颗的成绩提升起来 英语将会成为你甩开别人的利器 我对此并不意外 因为前世上夜小 补得最多的就是英语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学习资料 等你放学后来办公室拿吧 谢谢 谢谢吴老师 放学后我刚到家门口 又看到周如在那里 你又来干什么 昨天的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是来找你的 你别自以为是 我是来看大娘们的 跟你没关系 说完了吗 没有 看到我这身新衣服了吗 小坤哥特意给我买的 大牌子 蓝星耳克呢 这身衣服几百块呢 小坤哥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就请走吧 哥 我想说的是 我选择的男人能把我宠上天 我觉得你欠我们一个道歉 如果你现在给我和小坤哥道歉 并把赔价钱还给我们 我和小坤哥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原谅你 等以后小坤哥赚了大钱 也给你买蓝星耳克的衣服穿 让你体验一下 城里有钱人的生活质量 我以前还只觉得你是恋爱脑 现在看来是我父亲了 周如 你不只是恋爱脑 还很蠢 区区一身破衣服就代表爱情 爱情什么时候这么廉价了 周如被我说的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周辰 我恨你 你永远别想让我原谅你 你最好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杀你 赶紧滚 从我眼前消失 别再来烦我 说完我便扭头回了家里 你瞧不起小坤哥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会过得很幸福很幸福 我要让你知道 你就是自以为是 你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现要失败的周如回到赵家 忍不住把气撒在了赵坤身上 老婆你别生气了 你这个打嗝不认也把 咱们家立了台又不是祸不下去 为什么偏要去他那里招不痛快 我就是想让他看一看 我没有选错男人 错的人是他 可他 他凭什么那么对我 小坤哥你一定要出人头地 证明给他看 我的眼光比他强 小坤哥你快赚大钱吧 我好想看他后悔 你放心老婆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会想办法赚很多的钱 给你卖命派 给你举办盛大的魂礼 以后住进大房子 一通大饼画下来 周林开心了许多 时间不糟了 咱们水饺吧 赵坤挑了挑眼睛 露出一抹坏笑 不行 爸妈就在隔壁 没关系 我就蹭蹭 嘿嘿 就在这时 只见周如的脸黑了下来 老婆你怎么了 我突然很想吐 哥 我怀孕了 你要当舅舅了 所以呢 听到我怀孕的消息 你不高兴吗 你以后就是我儿子的舅舅 作为舅舅 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啊 我看别人家的舅舅 都给未来外甥准备红包 我是你亲妹妹 你也应该准备一份红包吧 周如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不是你亲哥 想要红包 你跟我要不着 大哥 周如怀孕了 你不应该那么对他 呵呵 那我应该怎么对他 是将他供起来 还是给他磕一个 周辰 你少阴阳怪气 你没资格说我 我阴阳怪气 周如 我不止一次说过 别来打扰我吧 是谁屡次当作听不到 频频出现在我面前 周如顿时气得发抖 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哥 你过分了 即便三妹有错 你也不必这种态度 爸爸妈妈还活着 更不会允许你欺负三妹 你是在把我们推向远处 彻底远离你 你怎么知道 父母不会同意我训斥周如 子不叫父之果 你们不是认我是大哥吗 长兄如父 我这就算教他做人的道理 我不仅可以教训他 还可以教训你 周如文言瞬间炸毛了 怎么 你还想要打我不成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好 暂且抛开这件事不谈 但大哥 你承包食堂生意 总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我承包工地食堂 为什么要给你们说法 你拿我和二姐的赔价钱 去做生意 去赚更多的钱 你凭什么不经过我们的同意 周柳 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感受到我犀利的目光 周柳的眼神开始闪躲 至少 至少你需要告诉我们一声 呵呵 谁跟你们说 爸妈给你们俩准备赔价钱了 你们不会还想说 我挪用了爸妈给周嫣 娶媳妇的钱 给你们生孩子的钱 给你们养老的钱 给你们孩子娶媳妇嫁人的钱吧 周那是个聪明人 瞬间听出了我话里的讽刺 而周柳反而傻乎乎的说道 二姐 你听到了吧 他自己承认了 他就是用了爸妈留给咱们姐弟三人的钱 周柳 我觉得你应该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 也许他们是有钱人 他们肯定会给你赔价钱 你以为我不希望我父母是有钱人吗 周辰 你少转移话题 你把我的赔价钱给我 否则我天天缠着你 我再说一次 我承包食堂 跟你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更没有义务跟你们汇报 爸妈走后只留下一万多 我花的钱是我自己打工赚的 钱都被你们分了 你们没资格质问我 甩下这三句话后我便离开了 你回来 你说只有一万多 那承包工地食堂的钱是哪来的 你怎么不说啊 看着我头也没回 周如只好对周柳说道 二姐 这事不能算了 你不要信她的鬼话 那个三妹啊 要不赔价的钱你放弃吧 二姐 你在说什么呀 那可是爸爸妈妈留给咱们的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岂不是便宜她了 你已经拿走了妈妈留下的金戒指 别再胡搅蛮缠了 二姐 这戒指 她 她本来就是母亲答应给我的 你别误会 周如顿时心头一跳 二姐这是什么意思 她该不会是要给我抢这个金戒指吧 这可是很值钱的 三妹 金戒指我不跟你抢 就当做你的赔价钱 这是到此为止 我回宿舍了 你也快回去吧 二姐你大度 你不在乎赔价钱 但我和你不一样 我有儿子了 再有几个月就会出生 我必须为我们这个家着想 你不想要 那我就自己去想办法要出来 而另一边 小陈不好了 你师父在工地被钢管砸到了 你快去看看吧 听到此事我如遭雷击 赶忙来到工地 师父怎么样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看着眼前打着石膏的师父 我内心难受的同时又疑惑了起来 我记得前世的时候 师父也就是一些小擦伤了 莫非是我重生产生了蝴蝶效应吗 你小子别太担心了 医生说了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不是什么大事 当下的首要任务 是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 你就别替我着想了 我明显感觉到 这是师父为了不让我担心 故意说的 对了 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想好以后去哪里上学了吗 你要是成为大学生 你师父我以后出去也有面子 师父 我有目标了 我要上咱们国家最好的理科院校 也是未来最受欢迎 最有前途的专业 我利用前世的记忆 滔滔不绝的给师父讲着未来的美好 您知道吗 以后会是信息化时代 计算机行业高度发达 尤其是随着网络不断的覆盖 会彻底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那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购物 买一切我们生活里所需要的东西 齐老七闻言 只觉得那是天堂般的生活 震惊的说道 以后咱们国家真会这么发达吗 不出门就能买东西 笨笨 那时我们出门甚至可以不用带钱 只需要带手机就行 小陈啊 答应师父一件事 不管日后如何 你一定要为自己而活 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要被任何人束缚 我知道师父这是心疼我为三兄妹的付出 所以才对我说出这些话 师父我会的 行 那你快回去抓紧学习吧 而另一边 老婆 想找到你打嗝的拱底还不容易啊 跟踪你打嗝 他既然称薄了拱底试探 每天访学肯定会去看一看 我们在后面跟着不就幸了吗 周如顿时眼睛一亮 这个主意好 小坤哥你真聪明 也不看看你的难认识税 就这都是小意思 不过早知道你耳杰不知道这事 就不让你给他打电话了 浪费我电话费 小坤哥 电话费有几个钱 等我们找到大哥的工地 去他的工地闹 逼他把赔价钱给我 就算给你换的新电话都轻轻松松 你说的对 如果真能要出来 咱们就把钱拿去卖收集 老婆你整号全一个收集 听到要给自己买手机 周如顿时目光变得柔情似水 小坤哥你真好 处处替我着想 我二姐都有 我早就想要一个了 放心 邓倩一倒收 老公立刻给你们 嗯 那跟踪大哥的事情 我去吧 你容易保护 要是让你大哥看到 可能会踩到窝门的一兔 赵坤说着 必把将周灵抱了起来 朝床上走去 哎呀不行 会伤到宝宝的 我请点不用担心 再说了 爸爸去看看儿子怎么了 小坤哥你好坏啊 我好喜欢 大哥 我想通了 赔价钱不要了 爸妈的确没留下多少钱 之前是我不对 跟大哥你耍性子 我给大哥你道歉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难道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正疑惑这种 血剑周如画风一变 听说大哥你承包了工地食堂 我和小坤哥一致认为 你这样会严重影响学习 为了帮助大哥减轻负担 大哥可以把工地食堂 交给小坤哥来做 以后你专心读书 是啊 大舅哥 钱两即使我们不对 你放心 只要你把食堂交给我赖做 我可以把转来的钱 拿出一部分给你当血费 你不用担心赏血妹欠 我和肖如体力解决喉骨之忧 你看这么样 好家伙 这是从以前掏娘家多的1.0版本 更新到2.0版本了 搞了半天一切都是为了铺垫 想到这里我严肃地说道 呵呵 你们这算盘打的 连屏幕前的观众都听到了吧 大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笨 不会打算盘 我和小坤哥真是真心替你着想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这个当妹妹的想替你分担一些压力 周如 我希望你做个正常人 别再当傻子了行吗 好歹在我们家长大 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大哥 你什么意思 听不明白 呵呵 也对 以你的智商 我想要给你解释清楚 确实有些困难 那我直白一点 工地食堂的生意 你们别做梦了 说完我便头也不回地进了校园 周辰 我听出来了 你说我傻是吧 啊对对对 咱们家就你聪明 原本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 我不想舍你面子 可是这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让你颜面尽失 老口 看来你哥吃饮不吃软 那咱们就让他知道 咱们不是好祈福的 走 下屋去拱地 就在这时周柳刚好也来学校 老三 你怎么来了 那个 我我我是来 那个二姐 我和小坤哥刚好路过 没想到这要巧碰见你了 正好 二姐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小坤哥 我之前和你说过的 我的白马王子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 二姐你好 我是赵坤 脸戏试唱良念版的 个人脸戏生 看着赵坤惹人注目的头发 以及这件标志性的花裤衩 周柳终于理解周纯 为什么会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那个三妹 我还有很多习题没有做完 得先回去了 以后再说 周柳走得十分干脆 根本没做过多的停留 二姐你着什么急啊 老婆 我这么感觉 你姐对我好想优异见 小坤哥你想多了 我当初说和你在一起时 我二姐是第一个同意的 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 喜欢人的权利 二姐对我最好了 找你这么说 二姐的确怼你最后 难怪二姐时候血绳 他的眼光和相发真不赖 知道我是一个值得佗福的人 以后我得多多感谢二姐菜市 除了二姐 你还得感谢四弟 他也支持我们在一起 放行吧 这两人的好窝都记着 等日后窝罚发大了 却不会烧了他们的好处 行了 等下午咱们去工地 看你大哥到时候这么宣泽 到了下午 二人就来到了工地 找到了徐老七 叔叔 您是我大哥的师父 您给我评评理 我身为他的妹妹 想帮他分担压力 让他集中精力学习 我有错吗 这工地食堂我和小坤哥 完全能够胜任 他却死活不给我们做 你说有他这么当歌的吗 在徐老七等人面前 周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告状 企图让这些人统统站在他这头 小丫头 你真是我徒弟小陈的妹妹吗 叔叔 我真是周陈的妹妹 我还有个二姐和弟弟 当初因为我妈妈叫柳如烟 所以我爸爸就分别给我们 娶了周柳周如周烟这个名字 既然你是小陈的妹妹 那你知道你哥最爱吃什么吗 你知道你哥冬天夏天经常穿哪两件衣服吗 你知道你哥三年来在工地一天要干多少活吗 师傅面无表情的发出致命三连问 直接把周如问猛逼了 我不是已经证明身份了吗 连家里的兄妹全都详细的说出来 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你既然是小陈的妹妹 想必我说的这些简单问题 你应该都能轻松回答上来 现在你可以说了 周如顿时僵住了 他知道二姐周娜喜欢吃排骨 四弟喜欢吃肥肉 他自己喜欢吃牛肉 而我往往只是吃他们三人吃剩下的 我知道了 我大哥喜欢吃我们吃不了的剩菜 衣服是两个没图案的 大哥说衣服经常洗穿的舒服 他干多少活我不了解 但他说过有师傅照顾工作很轻松 一点都不累 周如以为自证身份后 面前众人会改变态度 可他发现众人甚至还带有不小的敌意 小姑娘 你哥是喜欢吃你们吃不了的剩菜 还是不舍得吃 想可着你们先吃 难道你从来没想过吗 是啊小姑娘 我作为一个外人都知道 你哥最喜欢吃的是瘦肉 你作为他的妹妹 竟然连这种细节都不知道 你根本不配当他的妹妹 看看你现在穿的几乎都是新的 你哥呢 这三年来他就没换过一件新衣服 你哥是不想给自己买吗 周如张了张嘴巴 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可是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小姑娘 你的好日子都是你哥用风吹日晒的汗水换来的 你问问你自己良心还在吗 你又为你哥做过什么 就是就是 见你哥承包工地食堂赚钱 想着把工地食堂抢过去让你男朋友做 你这丫头的胳膊肘太像外拐了吧 几位工友大哥的话 都如同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周如的脸上 谁让他是大哥呢 我又没逼他做那些事 凭什么都认为是我的过错 家里又不止我一个 我只想让小坤哥多赚一些钱 身为大哥的周辰奉献一下又怎么了 面对于预想中截然相反的结果 周如此刻的心态崩了 他瞬间露出了真实面孔 你们联合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我要告诉你们领导 我要投诉 我要让领导把你们统统开除 小丫头你走吧 你们敢嘲笑我 你们凭什么 你们这些人全都臭死了 难怪你们能和周辰成为工友 都是一群窝囊废 丢人的东西 滚 立刻滚 就在这时 一声怒斥喝住了他 哥 不 周 周辰 我直接上去就是一个大八子 你敢打我老婆 姓周的 你他妈疯了 她是你妹妹啊 你他妈绑外人 你也滚 别比我动手连你一起打 好 姓周的 算你扭 周辰 你敢打我 我周如从今以后没有你这个哥 我恨你 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 滚 师傅 您一只手打了石膏不好卷蚊香 暂时先抽这种成品蚊香吧 软包白塔衫 你小子浪费呀 这一喝得十几块呢 赶紧拿回去退了 你师傅我一个普通人 抽什么白塔衫啊 师傅 您收着吧 就当徒弟孝敬您的 好吧 不过你小子只需买这一次 不许再浪费钱 赚点钱不容易 留着给自己买几身好衣服 你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知道了 师傅 对了 小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侄子 他叫徐大龙 那个大龙啊 跟你小陈哥打个招呼 小陈哥 你好 徐大龙一边不好意思的挠着后脑手 一边露出憨厚的笑容 我脑海里关于上一世徐大龙的画面迅速闪过 大龙也是蛮可怜的 天生带有残疾 行动不是特别方便 就因为这一点 一辈子都没有娶气生子 看到大龙一脸害羞的样子 我也是立马走上前拍了拍他的屁股 大龙啊 你这脚该不会是打篮球的时候受伤了吧 不不不是的 我是唱跳的时候受伤的 大龙 我是你输唯一的徒弟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别跟我客气 徐大龙只是傻傻的笑着 脸上显得更不好意思了 师傅 你打算怎么安排大龙 我打算跟领导说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工地里 让大龙这孩子做一些轻松一点的活 就是不知道领导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徐老七的眉头紧皱 对这个请求他也没有把握 毕竟大龙腿脚不方便 而我也看出了师傅的难处 当即开口说道 师傅 我有一个赚钱的门路 想带着大龙一起做 你让大龙试试如何 如果大龙做得好 我敢保证 凭借这个生意 大龙未来绝不会饿肚子 甚至轻轻松松娶上媳妇 见我一脸认真的说着 师傅也是立马开口问的 徒弟 你没逗你师傅吧 师傅 我怎么会逗您 我是认真的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计划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臭豆腐 什么 臭豆腐 那是什么玩意 头一次听说 师傅 您别小看这种小吃 卖好了比在工地打工赚得多 而且这个东西不累 算是一门手艺 可是大龙他能学会吗 我手把手教他 师傅 您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 大不了失败了 我再让他来食堂帮我 反正有我一口吃的 就绝饿不到他 既然徒弟你都这么说 我替小龙答应了 也替他谢谢你 谢谢小陈哥 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 晚上回到家后 我根据前世的记忆 立马写出了臭豆腐的制作过程 经过三天的指导 徐大龙也很快就熟练了起来 就这样 龙舟牌臭豆腐诞生了 大龙 我们明天出摊 刚好是周末 好 都听你的小陈哥 第二天一走 小推车就推车我俩来到了 县城最热闹的商业中心 就这里吧 这里的人流量最大 对摆摊的商贩最为友好 摆好摊后 因为独特的香味 立马就吸引了一大批人 老板 这东西这么臭 真的好吃吗 这是身旁一位打扮时髦的男人说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臭豆腐 我在城里工作 天天带我老婆孩子去吃 没想到老家县城就有卖的 小兄弟 你这玩意臭吗 大哥你放心 闻着绝对臭 不臭不要钱 三块钱一份 一盒里面有七块 行 给我来一份尝尝 有了第一批客人的现场广告 使得小摊位前很快就聚满了人 不到两个小时 今天带来的所有臭豆腐竟然销售一空 客人散去后 徐大龙一脸开心的笑道 小陈哥 你这臭豆腐太好卖了吧 我这里都收了76块钱了 我这里是251 也就是说咱们俩今天一共卖出去500块钱 扣除成本 那今天的纯利润保守都在230块呢 是啊 小陈哥 咱们今天还是只卖了两个小时啊 如果多准备一些货 卖的钱绝不止这些 哈哈 大龙啊 那我们的小摊很快就能上市了 那上市之后呢 上市之后 你就可以出任CEO 迎娶小美 走向人生巅峰啊 那个小陈哥 小美是谁啊 小美就是你未来的老婆啊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两人也是开心的笑了起来 大龙你先拿100块钱 作为你接下来几天的花小 看到你赚钱 师傅也会放心的 剩下的作为创业基金 以后咱们把臭豆腐生意做大做强 需要不小的本钱 好的小陈哥 我听你的 第二天一早 徐大龙按照我昨天说的 拿着钱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 然后又带着一些礼物来到了宫顶 二叔 我来了 看到焕然一新的徐大龙 师傅也是一惊 这是小陈给你买的吗 二叔 我跟着小陈哥跟卖臭豆腐赚到钱了 他说让我买身新衣服 这些礼物是给您的 大龙 你和小陈弄的臭豆腐 一天能赚到30块钱吗 小陈哥说纯盈利200多呢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一天盈利200多块钱 我没说错啊 真的是200多 这孩子真是有情有义啊 大龙 你小陈哥是真心对你好 咱们不能忘恩负义 以后在你心里 小陈就跟你亲大哥没两样 记住了吗 徐大龙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师傅就来到了家里 小陈 我听说你臭豆腐卖得很好啊 还行吧 师傅 你要记住 生意好是好事 但过于好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 小心他人眼红极度 你要记住 同行是冤家 师傅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第二天我们一如既往出贪 这也引得周围的摊位生意好起来了 什么味道 好臭啊 那里卖什么呢 说话的正是周如和赵坤 二人很快就注意到不远处的一堆人聚在一起 老婆 我看情了 那是你打隔轴趁 而且我感觉他在做生意 没猜错的话 眼线这个摊位打改率就是他的 哥 经过这几天的反省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给你道歉 你原谅我行吗 你们不必给我道歉 我不需要 只要你们不打扰我的生活就好 大龙 以后看到这两个人不用搭理他们 我知道了 小陈哥 大哥 和你说实话吧 我们看上你的臭豆腐生意了 小坤哥一直没有工作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宝宝 你作为我儿子的舅舅 你能不能让小坤哥跟你做臭豆腐 你们面前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们洗了做臭豆腐生意这条心吧 我不会给任何人做 也不需要任何人帮我 你有工地食堂生意 还有这个臭豆腐 肯定忙不过来 你雇别人给你打工 不如交给小坤哥 他是你妹夫不是外人 你可以放心 看着周如一脸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直接走上前去 老婆 你大哥是贴了形不想让咱们碰臭豆腐生意 怎么办 不能就这么放弃 既然那个人是大哥的合作伙伴 很有可能他会制作臭豆腐 咱们可以从他身上入手 而且我感觉他傻傻的 很好骗的样子 好 这件事交给我安排 咱们命天就去招这个孩子 第二天下午 赵坤二人果真找到了出摊结束的徐大龙 大龙哥 怎么就你一人啊 我大哥呢 小陈哥去上学了 大龙哥 我们想和你一起做生意 只要你提供技术 我们出钱出人 利润方面你占大头 你看行不行 你们不会以为我傻吧 我告诉你们 我可聪明了 你们别想打我的注意 不一起合作也行 那我们出两千块钱 买走臭豆腐的制作技术怎么样 徐大龙二话不说 坐上小推车就走了 小坤哥 这个憨子也是一根筋啊 我们怎么办 赵坤则是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交给我吧 我也有办法 实在不行 我就用呛的 回到家后 徐大龙把事情告诉了我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两千块钱 大龙 你做得很好 以后他们再跟你谈这事 把他们当成空气 无需理会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什么 大龙 你现在家里 我去趟工地去找师傅 好的 那你注意安全 出了门后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奔向工地食堂 师傅 我最近不跟大龙去夜市 你带着一些工友大哥们晚上去看一看 我怕大龙可能会遇到麻烦 没问题 反正我最近打了石膏绣工伤 就当散心了 小陈你专心学习 剩余的事情交给师傅 不过师傅 话说回来 那个给你打石膏的医生好敷衍啊 也没有很敷衍啊 毕竟确实是让人一眼就看出我打了石膏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 就连月亮上似乎都有人在跑步 而赵坤也带了七八个人来找徐大龙麻烦 正好徐老七带人及时出现 直接将赵坤等人胖揍一顿 但也因此双方统统进了局子 你们看看把我小坤疙瘩的 你们必须赔钱 没有十万块钱你们休想和解 我要你们全都去采缝任机 这位反派女同志 是赵坤率先动手 虽说正派等人也进行了还击 但占据一定法理 如果你不依不饶可以进行诉讼 只是胜算概率几乎为零 且需要承担一切费用 听到这话 周如顿时像泄了气的气球 徐老七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最后选择了和解 离开警局后 哥 你的人没怎么受伤 反而把小坤哥打成这样 你总该拿一些医药费给我们吧 这个白眼狼妹妹越来越无耻了 简直是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周如明明是你男人主动去找麻烦 结果偷击不成十八米 现在反而怪受害者一方 你的脸呢 医药费没有 你不服可以去告 我扔下这句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辰 你好狠的心 你为了外人完全不顾亲情 你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爸爸妈妈知道你这么对我 一定会教训你的 你别后悔 第二天我刚来到工地食堂 娟姐就着急的说道 孝晨滴滴 昨天你死否等人金橘子底丝 传到了领导二朵里 他被娇气仙灾还抹回来 怎么回事 昨天的事情按理说没人会给外传 叔叔也没告知领导 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呢 还不是以为招捆的父母来拱地里闹 把这件事闹到了领导妈 想让领导给一个舍发 言中的话 可能会凯除他们呢 真的吗娟姐 你别吓我啊 那个孙领导人不是挺好的吗 其死损领导倒是魔舍神吗 主要是今天刚好又更搞级别的领导 还来思察 微微思察的领导恨生气 认为拱地不应该留着这样的圆拱 听到这里我的脸瞬间黑了 毕竟这件事说到底是因我而起 都怪我 如果我不弄臭豆腐生意 不让师父他们去跟着 也就有现在这样的情况了 没错 都怪你 他就是一个扫把星 自从你和他在一起 咱们家就没得好 妈 你别这么说孝如 这件事不怪他 什么不怪他 要不是他哥那么狠心 你能被人爱这样 人家女孩子嫁人都给赔价 他倒好 一分赔价都没有 他哥有两个赚钱生 一个都要不下来 他就是一个废物 妈 你稍说两句吧 孝如现在都坏运了 坏运怎么了 不要以为现在有了我们赵家的骨肉就是功臣 他要是生个的是个千金 你们俩也别管我们要钱 我赵家不养赔钱货 屋内的周如把母子二人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他对着空气宣泄着心里的愤怒 周辰 都是你的错 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才是导致我不幸福的罪魁祸首 我恨你 你不配当我哥 不过我去他们宫的闹过了 他们几个人应该会丢了工作的 臭小子不用担心 你师父我不会被开除 老张他们也没事 孙总不会开除任何人 听到这话我顿感意外 一脸疑惑的看着师父 这 真的吗 可是他为什么为了你们得罪上面的领导啊 说起来是你救了师父 孙总不开除我们是给你面子 什么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面子啊 奇怪 明明孙总说是因为你 你小子到底做了什么 值得孙总谢你 你真没印象吗 忽然我神色一鸣 顿时想到了些什么 我知道了师父 我前两集帮助过他 只不过这个作者没给播出画面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小陈对不起 师父可能让你失去了一次机会 师父 机会没了可以再争取 但相比较师父你离开工地 我会更难过 对了 孙总还说要见你 你抓紧去吧 我和大龙在外面等你 老婆我决定了 我要自己制作臭豆腐 你看我把材料都卖了回来 臭豆腐没什么难的 我一定能研究出来 那是咱们也去卖臭豆腐 就在你隔胖边卖 哇 周如文言眼睛一亮 是啊 周辰不告诉我们制作臭豆腐的方法 我们可以自己研究 小坤哥 这个主意太好了 但玄机又露出一亩不虑 可咱们真能研究出同样味道的臭豆腐吗 我觉得没问题 今天特意招人卖了一盒臭豆腐 并且我在一旁偷偷观察好一回 我跟你说一下打改的流程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加入配料 那小坤哥 你研究出臭豆腐的制作方法 我就是老板娘了 当然 以后跟着我找坤吃香的和辣的 行啦 我嫌研究 争取今天晚上弄明白 明天咱们就去拜谈 小坤哥加油 你是最棒的 周辰我让你很心 不把臭豆腐生意给我小坤哥 等我小坤哥自己钻研出来 你别怪我们抢你生意 第二天二人就来到夜市白起了摊 就在周辰摊位旁边 小辰哥 他们要来抢生意啊 臭豆腐生意谁都可以做 但卖的好才是王道 我们的臭豆腐料之是独家秘制 别人学不来的 小辰哥 他们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五毛钱 有人去他们那里买了 没关系 我们的价格不用变 就三块钱一盒 老板 你们家的臭豆腐怎么不臭啊 面对顾客的质疑 周路立马笑着解释 我们家的是新口味臭豆腐 故意没做那么臭 害怕你们会不适应 其实现在这个味道刚刚好 顾客倒也没说什么 拿着臭豆腐走了 小坤哥 我们成功了 以后我们也是老板 看谁敢瞧不起我们 老婆 这还只是第一天 以后咱们甜甜败谈 赚来的欠甜甜带你下关子 小辰哥 我让人买了一份对面的臭豆腐 你尝尝吗 我不尝了 反正不可能比我们的臭豆腐好吃 徐大龙吃了一口 直接将豆腐扔在了地下 小辰哥 他们做的臭豆腐太难吃了 你胡说 我们的臭豆腐就是正宗的 推荐是不可能的 你都吃了我凭什么推给你 听到有人要退钱 赵坤顿时双眼圆争 早就告诉你 我们的臭豆腐是新口味 你吃不惯就说不好吃 这是在污蔑我们 我希望你赶紧离开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要是因为你 让我们少赚钱 你赔不起 沐客听到这话顿时怒了 大家快来看看啊 这家臭豆腐极其难吃 对面那家臭豆腐才是真的 人家虽然贵五毛钱 但让你花钱花得值 这家的臭豆腐 直接给我干远了 明明炸糊了 海美其名曰是新口味 完全是不要脸 想退钱还不给退 大家不要上当 这番话 令原本有心想尝尝 这便宜五毛钱臭豆腐的人 立马没了兴趣 见客人纷纷离开 赵坤瞬间怒了 你他妈照系 赖炸唱子赖了吧 两人瞬间打成一团 一下子成了夜市街头上的焦点 急于赵坤动手在先 且给对面顾客造成不小的伤害 想私聊 必须给出一笔经济补偿 是啊 叔叔同志 你看看他们把我都打肿了 我这么漂亮的小仙女以后 还怎么嫁人啊 两人掏出了所有家当 却发现还差二百块 老婆 我的那些朋友收头上都比较近 得原末才有欠 要不你问问你的朋友呢 我的朋友都在上学 他们也不可能凑到两百这么多 周如一脸愁容 自从退学后 他就断了与同学的联系 要不 问问你二姐货者私底呢 你们三姐弟各坟道收集钱快 咱们借二百 有钱了再换汇去 要是钱不够 我得被管一周 你总不想看到我被管吗 我这就给我二姐打电话 二姐最疼我了 不像周辰 只会在一旁看笑话 两个半个小时后 二姐谢谢你 这么晚了让你专门跑一趟 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周如 你也是成年人了 我希望你下回做事能动点脑子 做生意就有个做生意的样子 而不是和客人发生冲突 好在对方人没事 否则我也没有钱帮你 大一姐你放心 那二百块钱 我们很快就会换给你 最多两三天 我们买臭豆腐就能赚回来 二姐臭豆腐很好赚钱的 要不是那个人捣乱 我们今天就能轻松赚一百 等我们明天继续去夜市摆摊 好的话明天就能赚到二百 三妹 听我的建议 你们明天别去夜市摆摊了 就算去也离周辰的摊位远一点 二姐 论学习我可能不如你 但论做生意我还是有点惊艳的 你不用替我担心 你妹妹我以后是做老板娘的人 等小坤哥成为大老板 肯定也不会忘了二姐 那时二姐你想创业 我让小坤哥给你投资拿钱 第二天晚上周灵和赵坤再次出谈 可随着不停的叫难 仍然没人来光顾 老婆 尼格是不是故意把做田的事情说出去了 把咱们的招牌高丑 从而让咱们无省意苛作 周如文言神色一闪 有这个可能 我去找他算账 刚走近周如就听到排队的客人在讨论他和赵坤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没法嫁人了 背后议论人有意思吗 一个个长蛇腹 天天八卦别人 小心洗后舌头被阎王爷剪掉 我们点名道姓了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某些人素质真低 这样的还学人家做老板呢 嘿妈 就是 敢动手打人 看看你把我闺蜜打成什么样了 本来挺漂亮的一个小仙女 现在你让她还怎么嫁人啊 哼 懒得跟没有教养的人废话 周晨 你凭什么传播我摊位的事让我没生意可做 有你这么对待亲妹妹的吗 你好狠的心 要不是你怀孕了 你信不信我跟上级开头一样 直接赏你一个大耳巴子 受了一肚子气的周如回到自家摊位后直接哭了起来 他们太过分了 全都替他说话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凭什么我成了坏人 是他周晨对不起我 我没有对不起他 老婆 那些不值真相的春货 你不要在意他们怼你的看法 以去抹神人而已 跟他们生气反不上 大酒阁地毁窝们的命声 我们偏不能入他缩远 那我们要怎么做 辰哥 你能不能带我做生意啊 我也想卖臭豆腐 别看我这个人学习不好 但我讲义情 一天是辰哥你的小弟 一辈子都是你小弟 我被离开了折磨的怕 只好无奈开口 你想做臭豆腐生意 也不是不可以 我不是要收你当小弟 但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做臭豆腐生意可能会耽误你上学 辰哥 我一上课就犯困 与其浪费时间 不如早早学辰哥做点生意 赚钱养家来的食材 我知道如果能把一门手艺掌握好了 照样可以混得不错 李凯乐能说出这种话 确实让我有些刮目相看 我可以让你做臭豆腐生意 但你需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没问题 我看着我妈妈为了我付出太多了 自己又不是学习的这块料 我肯定跟你好好干 学好后挣钱给妈妈降低负担 行 那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 你不能在夜市出贪 可以去其他地方 料汁需要从我这里拿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属于加盟 李凯乐听后连忙点头答应 没问题 我听懂了 三七分我能接受 毕竟是陈哥帮我投资的 在我两天半的细心指导下 李凯乐也很快学会了臭豆腐的手艺 当晚就推着摊位车来到了火车站 独特的香味瞬间吸引了一大批人 别说 你这臭豆腐的味道真不错 比隔壁那个兴周的姑娘做的好吃 各位免费品尝一块 好吃再买 不好吃不要钱 我们这是正宗臭豆腐 在夜市也有摊位 那里想吃都要排队呢 李凯乐解释之后 一众人瞬间纷纷下单 这人是谁 为什么用周辰臭豆腐生意的名字 难道和我们一样也是模仿吗 老口 我这么问着这臭豆腐的味道 和你打嗝的臭豆腐肥肠像 那的谈味不会就是你打嗝故人掰的吧 那种浓浓的香臭他不会闻错 因为那是他无论如何研究都无法模仿出来的灵魂料之气味 想到这里周如更起了 凭什么 你周辰来抢生意太欺负人了吧 老口 我给你以气去招他 你个奇人才审 他吃肉 连堂都不肯给我们喝 世上那又如此狠行的大哥 不等二人走到前面 李凯乐拿起挂在摊位车上的大喇叭对着二人喊话 如果有人想存心找麻烦 不让我做生意 别怪我现在报警 让叔叔主持公道 二人在听到叔叔二字后 瞬间停下脚步 他们不约而同的想起上一次进入警局的难忘经历 小坤哥你别乱来 就算不为你自己 为了我肚子里的儿子着想 老口 那你想怎么办 你只说吧 那我就直说了吧 小陈啊 我很欣赏你 你与我女儿年龄相仿 我改天介绍你们认识吧 听到孙总这么直接 我也是一脸猛逼 那个孙总 我现在只想先稳住我的生意和学业 目前没有想这么多 那行吧 你想好大学什么专业 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吗 我的目标是燕大 计算机专业 其实我比较建议你去另一所高校 燕镜彩经学习机融专业 因为我未来缺一个新的锅的左右手 我很看好你 你毕业 你直接跟着我 月入几万都不是问题 对不起孙总 可能让你失望了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那好吧 既然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勉强 忽然一些关于孙联诚的记忆涌上脑海 孙总 你是不是打算买进上通集团的股票 出于上一次我帮了他大忙 孙联诚也是毫不避讳的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这只股票 上通这家公司给出的数据只是假象 我劝你不要入手 如果你想买 那可以买横海的 孙联诚思索了许久 然后缓缓开口说道 如果我愿意借你二十万 全部买入横海股票 你要赌一把吗 你赌对了 赢的钱全部归你 如果赔了我不会让你还钱 只要你跟着我为我工作 慢慢还期二十万 也就是说 二十万买你后半辈子的人生 你敢不敢赌 自己本身肯定是愿意打这个赌的 而我只是笑着说道 孙总 我的后半辈子二十万未免太少了 这样吧 五十万 如果我判断错误 我可以按照您的建议 去燕京财经上学 毕业后来您手下工作 偿还那五十万 五十万全买横海股票 届时我就能凭此积累一大笔创业资金 这远比臭豆腐生意和食堂生意来钱快的多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 这可是五十万 我值这个价 就算赔了 孙总 您也肯定不吃亏 好 就按照你说的 我会拿出五十万替你全买横海股票 从办公室离开后 我忍不住笑啊 没想到收获了意外之喜 孙连城出钱替我买股票 现在我只需要坐等赚钱即可 太后了 老婆你怎么怎么又财啊 居然想到高店扎串串来卖 是啊 这样我们就不怕他抢生意了 我们卖的种类比他多 而且他只是在晚上放学后才摆摊 乘哥 这里一共是八十八块钱 我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李凯了 我只拿七成 看这样子你昨天至少卖了三百多吧 乘哥 没有你说的那么多 这八十八块钱是所有的 既然你一共卖出去这些钱 为什么全给我了 你只需给我七成分红即可 乘哥 我昨天为了和周边摊妹的摊主 搞好关系送出去几何 又弄了一个失吃的活动 所以 所以 你却把我那部分分红送人 感觉对不起我 就自己一分不留 将赚来的钱全给了我 见到被我说中 李凯乐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 这是你第一天赚到的钱 你自己收着吧 不用着急分给我 我不缺那点 李凯乐健壮 心中对周辰生出了浓浓的感动 你放心诚哥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对了诚哥 昨天那个卖臭豆腐的没来 来了来了 新鲜的闸串 新品上是欢迎品尝啊 周如这一嗓子 围观群众纷纷围了上来 就在这世不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三姐 真的是你啊 看着失踪好多天的周焉忽然出现在眼前 周如为之一了 四弟 这些天你去哪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和二姐一直都担心你呢 三姐 你这是做什么生意呢 我饿了 能不能先给我弄点汁的 周如这才发现自己的弟弟如此狼狈 头发十几天没洗的样子 这是我做好的淀粉肠 你先吃 三姐 你这淀粉肠是昆古泥做的吗 如果是 我可不敢吃 啊 什么昆古泥 赶紧吃吧 吃不喜人 在一顿狼吞虎咽后 周焉委屈巴巴的说道 三姐 我的钱被人偷了 要不是我求着别人 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们了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你能给我点钱吗 见周焉管自己要钱 周如先是呆了一下 随即便拿出了五十块 我今天没赚多少 剩下一些零钱还得做生意 只能给你拿这么多了 行吧 五十就五十 等会我去跟二姐大哥再要点 你别管二姐要钱了 她的钱要留着上学 以后上大学还需要钱呢 你可以跟大哥要 他现在有钱 他是咱们几个里最有钱的人 难不成我不在里一个多月 大哥发达了不成 随即周如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周焉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能挣两千多块 什么 这么多 对呀 你最好把他两个生意中的一个要过来 这样以后会有源源不断收入 如果他不给 就争取多问他要点钱 大哥 你抓我干嘛 你应该抓这个人 他都跑咱们家里去了 他就是小偷 他不是小偷 是我让他住的 哥 那你让他走 我现在回来了 我要住我原来的房间 这个家没你的房间 我们已经分家了 你自己去寻找住处 现在 你立马给大龙道歉 大哥 你让我给他道歉 你疯了吧 我凭什么给一个瘸子道歉啊 我看着眼前的混子四弟 不由地想起前世 因为这家伙彻底毁了我的人生 我缓缓地走到他面前 周焰 哥 你竟然因为一个外人动手打我 周承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才是你弟弟 你先动手打人 不道歉就该打 其次 我没你这种没教养的弟弟 以后你也别叫我哥 我不是你哥 周焰没想到我会如此对他 于是愤怒地说道 我不道歉又如何 那今天你既然来了 索性就断得清楚 别到时候像周露一样跟个苍蝇似的 时不时地飞出来恶心人 见状周焰眼珠子一转 我可以道歉 但你得把臭豆腐生意给我 同时再给我五千块钱 只要你同意 我不仅可以道歉 以后也不会再来这里打扰你 呵呵 你们三姐弟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没一个不自私自利的 全都把我当作人血馒头啊 我直接再次走到周焰身边 你想要我的生意 还想要钱是吧 谁教你如此理直气壮跟人要东西 谁教你没有礼貌动手打人 谁教你目无尊长不懂感恩 一脸赏赐了几个大八子 周焰直接猛逼 周晨 你凭什么这么打我 呵呵 那个怀孕了 这个我还不能打了吗 周晨 你 你这么打我 我要告诉去世的爸妈 你太欺负人了 从今以后我周焰没有你这个哥 我跟你再没有一毛钱关系 很好 记住你说的话 以后离我远点 这个家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再敢找大龙麻烦 别怪我继续删你 滚吧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见状周焰只好愤怒地转身离开 大龙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 他对你动手时 你为什么不还手 你练习了那么多年的畅调篮球 还怕他吗 他说他是小晨哥你的弟弟 我不能对他动手 文言我这才明白了 大龙任凭被欺负的原因了 心中感动之于 我将手搭在了大龙的肩膀上 大龙你记住 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不用因为我任人欺负 他们三姐弟中的任何一个 都没有资格欺负你 再敢动手打你 就给我狠狠打回去 明白吗 恩小晨哥 我知道了 说到这里突然 徐大龙意识到了什么 小晨哥我得去夜市摆摊了 否则顾客等太久会生气的 我跟你一起 以后咱们没必要忍气吞声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四弟 他的确太过分了 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 都没舍得打你 他却动手打人 他必须道歉 不过这件事我认为 你最好还是跟二姐说一声 咱们姐弟三人一起 人多力量大 到时候他肯定不会过于嚣张 三姐 那我们现在去找二姐吧 我一刻都不想担打 好 咱俩一起去 来到学校门口 二人将周柳叫了出来 二姐 那个周晨太过分了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同喜我了 二姐 这是四弟第一次求你主持公道 你就帮帮他吧 也是帮我帮你自己 咱们跟他周晨做最后一次对话 如果他不认错 以后谁都不再认他是大哥 周家只有咱们三姐弟 没有他 二姐 你会帮我的对吗 看着周烟被打肿的脸 以及满脸期待的周如 周柳犹豫片刻后说道 好 我跟你们一起去见他 彻底做一次了断 有何 柳如烟 没想到你们一起来了 别废话周晨 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做个了断 你不想我们缠着 你就听我们把话讲完 你们想说什么 快点说 我不想听废话 说完最好做到 不来纠缠我 我不想见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你动手打了四弟 你欠四弟一个道歉 如果爸妈还在世 绝不允许你这么做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二姐说的对 大妈活着的话 肯定会教训你 你必须向我道歉 那是我周晨的父母 跟你们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还有 这就是你们三个要说的话吗 除此以外 不让我把生意让出来一个 或者拿出一部分钱给你们吗 如烟文言文脸上大喜 以为周晨同意妥协 道歉当然不能弥补四弟的心理伤害 但你把臭豆腐生意给四弟作为补偿 我可以替四弟原谅你 三姐说的对 除了臭豆腐生意 我还要一万块钱 只要你给我 你依然是我们的大哥 否则我们全都不会认你 让你成为孤家寡人 嘿嘿 柳如烟 那评论区的都要说我是窝囊废了 明明你什么意思 说 呵呵 果然是贪得无厌的 让我道歉 还要我的生意 一群养不熟的狼仔子 当年要不是我爸妈把你们捡回来 收养你们三个 你们早就洗在了街上 难怪被人遗弃 真是活该 这一番话直接把周如和周嫣全都听猛了 我们不是周家人 我们是收养的 这怎么可能 周晨你一定是在胡说八道 你就算不想给四弟补偿 也不用如此侮辱我们 我们才不是野孩子 三姐说的对 你血口喷人 我就是周家人 我看着暴跳如雷的如烟二人 唯独周刘冷着脸沉默不语 你们可以去问问周围邻居 年纪最大的人 他们知道你们三个是否是捡来的 我不想和你们废话 以后离我原点 我不是你们大哥 以后别犯钱来打扰我 撂下这些话我转身就走了 周晨 你才是最自私自利的人 为了不承担当大哥的责任 连我们不是你亲兄妹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你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爸妈若是有在天之灵 一定不会原谅你 三姐说的对 她疯了 为了摆脱我们完全没了人心 这样的大哥不要野霸 反正我是不会再认她 二姐你不会真信了她的鬼话吧 或许 她说的是真的 二姐 她发疯你怎么也跟着发疯啊 她的目的就是不想和咱们三有任何的来往 才说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话 你怎么能当真呢 三姐说的对 这事到底是真是假 咱们就去问问邻居们吧 孙小姐 你找我有事吗 不会只是为了给我送颗秋天的菠菜吧 别多想 我只是想单纯的感谢你两次帮了我父亲 顺便感谢你给我爸提出的建议 你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 孙婉营大方的谈吐令我很舒服 于是我笑着说道 孙总帮过我 刚好我知道一些信息 投桃报李而已 孙小姐你不用放在心上 孙总早就谢过我了 你果然很成熟 不像正常的高中生 可恶 对男人不屑一顾的 我竟然对你有了反应 求我 求我我就给你 孙小姐 你你在说什么 啊 娜娜那个 听我爸说你以后打算去 燕大学习计算机专业 你似乎对这个专业的发展 非常看好 没错 在我看来 未来一定是计算机互联网的时代 网络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 这也是我选择学习它的原因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 令我受益肥浅 你可以请我吃顿饭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们怎么可能不是周佳人 其实我们三个的确如周辰所说 是爸爸妈妈捡来的 是养子 我们和周佳没有血缘关系 二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别开玩笑了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们怎么可能是捡来的呢 这是爸妈当年收养我们的记录手续 我今天去派出所找到的 你们不幸可以自己看 另外 我问过年龄最大的邻居 证实是真的 怎么会这样 我们是捡来的野孩子 是过 不可能 我明明是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孩子 怎么可能是捡来的 三姐说的对 我知道你们一时间无法接受 但这是事实 我们三个是一家人 我们才是亲姐弟 那我们的亲生父母是谁 我们姓什么 我们为什么被抛弃 我们是野种吗 三姐说的对 爸爸妈妈当年为什么不要我们 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的爸妈是谁 二姐你一定查到了对不对 三姐说的对 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生父母是谁 尽管我的脑海里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但我当年太小 我只打听到了我们其实姓姬 姬发的姬 听到这话 周如和周燕沉默了下来 二姐 那你岂不是应该叫姬柳了 什么姬柳 那是昆柳 其实你们不必纠结爸爸妈妈妈的身份 这对我们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二姐你是想说什么呀 可以直接说 我们能接受 三姐说的对 我想说的是 既然我们是杨子杨女 与周家没有血缘关系 你们不要再想着去纠缠周辰 他这个名义上的大哥 不想和我们扯上关系 我们别做让人瞧不起的事 相反 我们应该努力活出个样来 让他知道 就算没有他 我们依旧可以活得很好 周如和周燕文言 脸上全都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仿佛永久失去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拿好处 无限吸血的加油站 二姐 你以后会照顾当我们的靠山对吗 我们是亲姐弟 自然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以后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你真是把我逗笑了 为啥我还要做个大冤种请你吃饭啊 那不重要小陈哥哥 这二百万你打算怎么分配 是存起来还是再赌一把继续投入股市 现在的股市上你有看好的股票吗 孙总 如果您打算继续炒股 我建议您购买企鹅 可以持长期也可以持短期 长期自然最好 你打算把钱全部买这个企鹅股票吗 既然你建议我买它 我就买它 你还要忙着上学 你信得过我的话 可以将钱交给我 我去给你办理入室 当然 那就多谢孙总吧 回到家后 徐大龙满脸惆怅的说道 小陈哥 夜市要整改 为了改变城市形象 所有卖小吃的摊位需要租赁店铺 不允许占到摆摊经营 我感觉生意要做不下去了 大龙没关系 这是好事 打造更好的商业环境 我们可以把摊位车去掉 搬进店铺里经营 小陈哥 我听张大哥他们说租赁商铺很贵 要花不少钱 张大哥他们好像不想干了 认为赚不回来本钱 打算做别的生意 听到这里我神色一闪 或许我可以把所有人聚在一起 继续一起赚钱 随即我便让大龙把夜市摊的摊主 都叫来了家里 周老弟 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的臭豆腐生意不错 其实可以试着租商铺经营 不像我们一天卖不了多少 租商铺赚不回来本钱 张大哥 打工的地方你们已经找好了吗 我们只是有这个打算 缺玛丽打工还没有想好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估计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只能出把子利息 张大哥 与其你们给别人打工 不如你们给我打工 怎么样 见到我忽然一脸认真 众人瞬间听得一愣 周老弟 你是说你雇我们 让我们给你打工 与其说是给我打工 我觉得应该是创业伙伴 我邀请张大哥 以及那些愿意加入 我这个团队的大哥大姐们 一起做臭豆腐生意 你要带着我们做臭豆腐 没错 不知道张大哥你是否愿意 周老弟 不是我泼里凉水 这臭豆腐生意是很好 一个人两个人做都能赚到钱 我们这么多人做同一个生意 市场就那么大 恐怕 张大哥 那如果我要你们进军外地市场呢 要把眼光放在我们菜徐村以外的城市 众人思索了一会 随即张大福开口说道 周老弟 我愿意跟这里干 你说怎么做吧 听你的 我先把大概布局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听完了再做决定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属于连锁加盟 众人听完也是恍然大悟 我听明白了 除了生意本身赚钱以外 我们发展的新加盟者 想要做臭豆腐生意 得拿一笔加盟费 才能学我们的技术和商品明白 是这样的 你们每多一位加盟者 你们就可以获得一笔额外分红收入 听我说完这些 张大福真的是惊呆了 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能想到这么多赚钱的鬼点子 我要是个女的 都会忍不住给你一次的 这是人群中有人开口 那我们是不是也得给我们以后的臭豆腐取个牌子吧 这位小仙女说得不错 我想一下 思索许久后我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想好了 首先呢 我们都是因为夜市要整改 所以闲下来才聚合到了我们这个蔡徐庄 不如我们就叫他 鲜 和 庄 名字是好名字 那得我弱弱的问一句 到时候不会跑路吧 什么 他把臭豆腐技术都交给了那些臭摆摊的 就算我们三姐弟是收养的 但最起码我们都是一个屋檐下长大的 一口一个大哥叫着 他这也太过分了吧 三姐说得对 看来你哥不禁是愣库无庆 还要把咱们干净辖聚啊 到时候哪些人劝都抛货车站来呛生意 我们的谈位就扯地没生意可做了 三姐夫说得对 小坤哥 那我们怎么办 三姐 他周辰欺人太甚 这口恶气我替你出 既然他不仁别怪我们不业 是他先把事作绝 他不让你好过 我也不让他好过 小陈啊 我现在按照你说的已经在黑子城了 我看好了其中两家商铺 条件都符合你的要求 行 张大哥你放心做 你看好了就直接租下来 只要简单装修一下 挂个牌子 经营许可证到手便可以正式开业 趁着学校午休之际 我去银行把第十一级 从孙联城那里赚到的钱取出了一步 然后直接转给了张大福作为定金 次日张大福就从黑子城赶了回来 不会吧张大哥 这趟三天之行 你只花费一百多块钱 怎么做到的 不会睡得桥洞吧 周老弟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惨 主要是孙婉颖小姐提供了住宿的地方 还请我吃了一顿饭 剩下的我自己买点包子馒头垫吧垫吧就行 张大哥 下次不许这么节俭了 正常吃喝没关系的 我知道张大福是为我省钱 心中却不免颇为感动 这样的人值得帮助和相信 不像那三个白眼狼只顾自己 一心只想从我身上吸血 但凡拒绝就立马惹来仇怨 完全是不值得付出的狼仔子 想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开口说道 张大哥 太感谢你了 就在这室院子里来了两个叔叔同志 你好 是周晨吧 女朋友徐大龙和你弟弟周焉 因为寻衅姿势被我们抓起来了 我们特地来通知你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抵达警局后 看到这两幅面孔 我也大致猜到定然是周焉跑来找麻烦 鉴于周焉主动找茬 率先动手 你可以选择追究责任 我们会将他关在所里一周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追究 亲自就可以带着他们俩离开 我看着周焉 直接气不打一处来 据我所知 周焉是你的弟弟 徐大龙是你的好朋友 都是一家人 不必闹得这么僵 好好聊聊 没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 叔叔同志 我选择追究责任 周焉是我父母收养的 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他主动打我的生意伙伴 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听到这话 警察叔叔很意外 但是随即脸上很快露出了理解之色 既然你决定追究 我会依据法律法规 对周焉进行为期一周的深刻检讨 叔叔同志 给您添麻烦了 大龙 咱们走吧 小陈哥 那周焉怎么办 不用管他 成年人做错事 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也该让他长长记性 随后我就带着大龙离开了警局 凭什么 我要回家 周辰你带我出去 主动打人还想回家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接下来七天 你都将在这里度过 他们都走了 这件事不已经结束了吗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人家追究你责任 你自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猫腾套 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 三姐 你快救救我啊 周辰他害我 他让我坐牢 你快救我出去 突然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周如也是一脸猛逼 周辰 你太过分了 就因为四弟动手打了人 打的还是一个外人 又没占到多少便宜 你周辰怎么如此狠心 把我们三姐弟 全都当成了仇人是吗 老婆 你先别生气了 当心动了抬气啊 小坤哥 这是他先找事的 先让我没生意可做 赶尽瞎绝 四弟只是看不过去 替我出头而已 老婆 要不我们还是 周辰二姐一起去吧 顺便让他给我们做主 行 听你的 随后两人就来到了学校 找到了周梁 二姐 这件事我承认是我不对 没有烂着四弟 可他周辰其人抬身 他宁愿把丑豆腐生意 搅比别人也不搅我们 等哪些人学会了 抛来跟我呛生意 我根本转不道歉 四弟看不过去 才去招麻烦 小坤哥说的对 是他周辰先招惹我们的 现在他又让四弟蹲橘子 二姐 咱们家没有别人了 我只能靠你 咱们俩一起去找他 让他放弃追究四弟好吗 你总不想看到四弟 在橘子里蹲几天吧 周柳越来越感觉到了 当初周辰的苦衷 但是现在只能 强压下心中的不耐烦 行吧 我跟你们去一趟 但是你们以后 别再给我找事了 我现在精力都要放在学习上 他现在应该在工地 我们一起去吧 随即几人就来到工地 找到了周辰 周辰 你不想让我做生意赚钱没关系 但你怎么能狠心 让四弟蹲橘子 就算他不对先动手打了人 但是抛开事实不说 你周辰就没错吗 柳如昆 你们几个来这里 到底是想干嘛 我希望你现在就去警局 跟叔叔说清楚 不追究责任 放四弟出来 你知道那里面 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四弟从小长这么大 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凭什么这么对他 成年人做错事 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他动手打我的朋友 蹲几天橘子都是轻的 但凡我朋友受伤严重 都不是蹲几天那么简单 我不介意送他进入真正的牢房 怎么 你还想把我们都送进去还是怎样 你好歹也是我们的大哥 你怎么会这么狠心的 我再强调一遍 我和你们三姐弟没有血缘关系 你们只是我爸爸妈妈的养子养女 我对你们没有义务 你们是听不懂人语吗 还是怎么着 我不会改变主意把它放出来的 周辰 如果你让叔叔把四弟放出来 这件事到此为止 如果你不同意也别怪我 我会让全校的师生知道你冷酷无情 害自己弟弟蹲橘子 我要把你的罪行招告天下 让你成为人人唾弃的对象 谁冷酷无情 我看你们才是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周辰 你也好意思说吗 你不教我们臭豆腐技术也就算了 现在还对四弟不依不饶的 你现在还有脸说你不是冷酷无情吗 我老可说的对 听说你不是敢获得了 是离体育比赛的第一命马 还被学校校张标样 又开了标掌会 我不嫌你不在乎自己的命声 听到这里我满脸愤怒 脸色也黑了下来 感受到我散发出的寒意 周如竟然下意识地退后了一遍 你要干什么 想动手打人吗 打你 呵呵 打你只会脏了我的手 你是不是认为我一定会怕 想着吃定我了 有能耐就去四处说 我周辰深正不怕影子邪 不要以为我是下大的 随后我就转身离开了 二姐 你刚刚为什么始终不说话 如果你开口让她一起 见识我们的决心 她可能就妥协了 她不会妥协 她已经不是从前的周辰 她现在将我们视为陌生人 甚至是敌人 你威胁她只会激怒她 周柳这才发现 自己这位妹妹 属实头脑过于简单 说话做事完全不去考虑后果 别想着捞四弟了 让她在里面待满七天吧 也算对她一个教训 我早就告诉你们 不要去纠缠她 免得让人瞧不起 你们两个全都不听偏要去 就当吃一欠掌一掷吧 可 可是 不行 我非要让学校的人 都知道她的丑事 姐 你怎么打我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不要再去学校闹了 听不懂吗 我走了 你们最好老老实实的 撂下这句话 周柳也转身离开了 二姐 你不替四弟出头 对不起我做不到 四弟是为了我 才会去动手打人 我作为他三姐 怎么可能单看的 什么都不做 小坤哥 你要帮我啊 你放心 捞泡 我肯定会支持你的 我倒想看看 哪些人知道她的冷漠绝境之后 还能想平时一样 与她和谢祥主 爸 您知道吗 原本做其他小吃生意的 那些摊主 因为夜市整改 拿不出转入商铺 做生意的钱 纷纷打算转行 是小陈哥哥主动提出 带这些人一起做臭豆腐生意 还不收一分钱 的确像您所说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听着女儿孙婉营 对周辰人品的夸赞 孙连成得意的说道 你爸我有一双火眼金镜 看人极准 她能为了三个兄妹放弃学业 与那些成熟工人 一起上工地干了整整三年 足以证明她的品性 可惜有三个 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兄妹 爸 她的那三个兄妹 真的那么过分吗 他们具体做了 哪些过分的事啊 当然过分 我跟你说啊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嗯 你这丫头 怎么对她的是这么感兴趣 女儿 你不会喜欢上这小子了吧 哎 爸 我 我没有 我怎么会喜欢上小陈哥哥呢 他那么有才 长得还那么帅 能力又那么强 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 我是因为帮他找到适合的商铺 与他派来的人聊了一些 什么 你帮他找的商铺 还接待了他派去的人 你这丫头到底有多少是瞒着我 那个吧 我先走了哈 不等孙连城跑个问 孙婉营直接一个闪现跑了出去 这小子 我得找他谈谈 第二天中午 小周 敢不敢再跟我赌一局 赌注与上次一样 你输了以后跟我做事 不知孙总 您想怎么赌 很简单 就赌你能够把你的臭豆腐生意做起来 据我所知 你弄了一个加盟的方式 咱们以你高考结束为期限 我们商定出加盟者数量 如果达到了你赢 答不到就是你输 如何 有些意思 可以 不知道孙总 您认为以多少加盟者数量 为输赢的标准 距离你高考剩下八个月 那就以二百四十个加盟者为准 就这点嘛 孙总 这个赌注我接了 如果我赌赢了 孙总需要无条件帮我一件事 当然 这件事不涉及违法犯罪 是在孙总力所能及的 没问题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赢我 别说一件事了 三件都可以 行 明天一早 我要去黑子城看店铺了 我就先回去了 重生归来 我直接给了白眼狼 兄妹一个大光 而他为了报复 竟联合闺蜜 列出三宗罪造谣我 陈哥 你这三宗罪 现在全校同学都知道了 到底是谁这么坏 依我看你报警吧 让叔叔把这个坏蛋揪出来 能做出如此蠢事的人 除了那个白眼狼三妹 周如还能是何人 我是该说你傻 还是说你天真呢 陈哥 你是不是猜到这人了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们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身权益 凯乐 你跟我去一趟警局吧 我们去报警 将造谣者揪出来 好了 这种坏人就应该接受惩罚 既然你如此诋毁 也别怪我予以反击 太阳都照屁股了 你还不起来 谁家媳妇懒到这种程度啊 挺大个人也不知道 害臊 赵老太太跑来阴阳怪气 这让本来心情大好的周如 瞬间消失大半 陈下脸怒对道 某些老东西为老不尊 进别人家不知道先敲门吗 管别人之前麻烦先管好自己 少掺和别人家的事 看不惯别来啊 没人求着你来 喜丫头 你说谁为老不尊呢 这里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来 你还没真正嫁到我 赵家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我儿子娶你 连自己亲生父母 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 你配不上我们家小坤 赵老太原本他就对周如意见极大 得知周如是周家养女后 愈发对周灵看不上眼 我就是野种了怎么着 我告诉你 我这个野种现在怀了你赵家的种 你不高兴又能怎么样 改变不了你赵家重的事实 你年纪轻轻 臭不要脸 你老卖老 脸皮比城墙还厚 赵老太太气得牙痒痒 奈何比不上周如的眼尖嘴里 你你你你你 你什么你 没话说就给我闭嘴 少来对我指手挂脚 想让我乖乖听你摆弄 我告诉你没门 我周如这辈子都不会被你挤在头上 以后赵家我说的算 哎呀 反了天了你个臭丫头骗子 赵老太太被气得直接一屁股 坐在地上连哭带好 周如满脸的不在乎 有能耐你一直别起来 反正我不怕丢人 丢也是丢的女人 小坤哥摆摊得晚上回来 我跟你耗得起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见周如完全不怕的模样 赵老太太只好麻溜的从地上起身 你这个不懂得尊老爱幼 毫无孝心的小丫头骗子 算你狠 你等着 等我而小坤回来 我让他收拾你 呵呵 小坤哥知道我怀孕 一大早就去摆摊了 他对我最好了 那肯定了 我当然对你最好了 小坤哥你好坏啊 事后一直问详 赛果或甚下 霜 小坤哥哥 你什么时候跟那个周如分手 娶我回家 宝贝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 配不上你 我学要经过感情的折磨 才能整整腿扁成一个北特曼 小妹 你愿意等我吗 小坤哥 你现在的样子好帅啊 我愿意 周如你是不是疯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还要去招惹她 你知道你发出去的短信 是多么的愚蠢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二姐 我们才是亲姐妹啊 让周辰身败名列 明明是一件好事 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你怎么可以站在周辰那一头 总之 你听我的 不要再去招惹她了 可是明明就是他周辰冷血无情 他故意让四弟蹲橘子 我帮四弟出气有什么错 这件事无论怎么样 我自己承担 与二姐你无关 你也不用担心会连累你 受到代价 周如说完率先挂断了电话 身在宿舍的周柳 对着空气怒的说道 你拿什么承担 从你发出去短信 抹黑她的那一刻 就已经连累到我了 她基本能够想象得到 明天开学 她将会面对 怎么样的舆论风暴 开学后我走在操场上 也迅速的成为了 大家的议论对象 对自己的兄妹都那么狠心 这样的人就应该开除 不配合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 是啊 强烈强烈强烈 强烈建议校长将此人开除 老跑你真是太聪明了 从今以后她就算不被开除 在学校里也回北人 吱吱颠颠 她也不欺痛 我们去下关子庆祝一下吧 小坤哥 今天四弟从看守所里出来 我想去接她 她是因为我才被关进去 我想带着四弟一起去庆祝 可以吗 赵坤尽管心里不得意 周焉这个吸血鬼 但还是故作豪气的说道 当然可以 我跟你一起去接四弟 在警局门口 周如当即把她报复周辰的 是统统告诉了周焉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全校公敌 活该 要不是她追究我的责任 我怎么会被关七天 让她名声禁毁太轻了 将她开除我会更高兴 四弟 或许她被开除的日子不远了 那些议论早晚会传到 学校里领导的耳中 届时无论是堵住全校学生嘴 还是保住学校的名声 都会对她进行严肃处理 三姐谢谢你为我出戒 对了 二姐没来接我吗 她在上课 你找她做什么 三姐 我想看她如今沦为 学校里人厌恶 被人鄙视的狼狈样子 四弟 我和你姐夫一起跟你去 看看咱们这位最有应得的大哥 再咋 这不是我那位狠心的大哥吗 托你的佛 我被关进看守所整整七天 七天 哥们知道这七天我是怎么过的吗 周燕已经起了 你挑的吗偶像 周晨 你帮着外人欺负我们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三姐说的对 我好歹叫了你那么多年的大哥 你怎么可以拿班铁石心肠 见状 周围不少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看到这一幕周燕心里暗爽不已 周如忽然心头一动 决定继续加一把火 他直接跪在周晨面前 大哥 你给我一条活路行吗 我承认论做臭豆腐 我没你做的好吃 但你也不能让人抢我的生意呀 我已经不在夜市摆摊了 那我求你 让我给肚子里的孩子赚点奶粉钱 求求你了 周如这番话说吧 围观的众人全都炸了 你太过分了吧 有你这么大哥的吗 你跟你弟弟妹妹有仇啊 如此对人家 欺负老实人 就在这时周刘走了过来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你们立刻回去 二姐 他明明对咱们那么不好 你为什么让我们走 我们绝不走 三姐说的对 你告诉他大家 他周晨做的有多过分 二姐 现在他都骑在我们头上了 能拿到你还要忍着吗 周柳心里快被这个愚蠢至极的妹妹气息 他可以预见 接下来 被公开处刑的将会是他们三姐弟 你们全都说完了 该让我说了吧 你们可以尽情抹黑我 将各种脏水泼在我身上 可是你们在如此回我之前 是不是应该告诉所有人你们是谁 与我是什么关系 小晨哥说的对 明明与我没有任何血缘 靠着我父母收养 吃我周家的饭长大 我想问问你们 当众侮辱我这个养父母的亲儿子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 我没有慌忙的辩解 更没有怒目言争 而是以极其平静的语气 说出这一番话 吃瓜群众健壮 直接将舆论对准了三个白眼狼 原来是收养的 是为养子养女 去当众诋毁养父母的亲儿子 一确不抵达 但怎么说是在人家长大的 是啊 这不是骗人吗 拿我们当猴帅 搞得我差点冤枉好人 柳如烟见此情景 纷纷开始找 我们是收养的不假 可我们一直拿你当亲大哥 你却对我们那般冷血绝情 这是铁的事实 三姐说的对 你敢说你是一个称职的大哥吗 你就是趁爸爸妈妈不在了 不把我们当兄妹 开始欺负我们 要我说你这当大哥的 胸怀要大一些 人家把你当亲大哥 即便没有责任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仇人 照你的说法 哪怕是没血缘关系的兄妹 他们想要你赚钱的生意 你都会无条件给他们 就算他们为此动手打你的人 你也能大度的当作没看见 就算你放弃学业 把上学的机会给他们 自己去工地打工三年 就算你们分家 好不容易回到学校上学 他们来学校当众让你难堪 你还能原谅是吗 路人甲一时背对的无地自容 现场一片安静 就在这时两位属属的出现 打破了将军 赵坤你好 我们接到举报 你造谣污蔑他人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 属属同志 我觉得周如才是罪魁祸首 发布造谣短信的人 他们是情侣 我建议一起带回去 到了晚上 几人从橘子里出来吼 周柳说道 能别让三妹 当着全校同学的面 给你道歉吗 这事情就这么算了 不能 可是你这么做 可能会毁了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 是他先毁我的人生 他道歉是应该的 也是罪有应得 你想让他不用公开道歉 怕不是害怕自己受到连累吧 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 二姐你不用去求他 不就是道歉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给他道歉 就因为你的愚蠢 让我们是杨子杨女的是被全校知晓 你报复他周辰没关系 可你知道 这给我造成多大的影响 现在闹得人尽皆知 他们认为我和你一样 忘恩负义 或是你惹的 我却要替你承受这一切 我被你坑洗了 你明白吗 二姐 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这样 如果我知道会连累到你 我 三姐 明天我替你道歉 我脸皮后我不怕丢人 他周辰不就是想让我们 在那些学生面前丢人吗 我偏不如他所愿 你就装嗓子哑了 我代你道歉 男人只是在路边卖臭豆腐 敬颖得江城首富 亲自登门拜访 赵先生 太感谢你了 今天要不是你 我父亲恐怕就 男人说到这里眼中满是泪花 看到这里的周辱也是一脸猛逼 小坤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哈哈 你听我跟你说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送进医院 什么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我们的臭豆腐车子 这位先生父亲车子 就彻底失控了呀 是这样的 还请几位恩人赏光到黑子唱跳饭店聚一下 就当是我胡某人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了 晚饭过后 周如一脸崇拜地看着赵坤 小坤哥 今天这顿晚饭 是我有史以来吃的最丰盛 最豪华的一顿 我不是在做梦吧 当然是真的了 你那任我开始作答运了 虎哥说的那些话你也听到了 让我跟着他做事 拜谈这样的销生意以后咱们不做了 虎哥随便露一点给咱们 都够咱们夹活一辈子的 小坤哥 那咱们会不会比周成过得更好 比他有钱 跟了虎哥 比他优欠不是情情怂怂的是吗 就他那泡臭豆腐生意 如何与虎哥的大生意想必 他只不过是消大消闹 根本上不得太面 回到家后 周如看着面前一落厚厚的钱 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这得好几万吧 这三万块是虎哥败给我的 让我贴不假用 从闲再气 这件鬼捞破你关了 小坤哥 你真的愿意让我管这么多钱吗 当然了 你坏着我找坤的钟 是我找家的女主任 更是我儿子他妈 这钱不给你关给谁关 小坤哥 我太高兴了 你愿意把这么多钱交给我管 证明我没看错男人 要不是我现在怀孕了 都好想给你一次啊 嘿嘿 没想到三万块都把这丫头干动成这样 早知道我就六下八万了 两万毒狗他干恩逮得了 这得杀女人真是太好糊弄了 随后他清了清嗓子 一脸神秘说道 走 带你看一样好东西 周如看着眼前停放在门前的轿车 激动的差点说不出话了 小坤哥 这车是 你没猜错 这辆车现在疏欲赞甲了 护哥让我开 我不是在做梦吧 小坤哥 我望夫成龙的愿望终于成真了 以后周辰再也不能瞧不起我们 老婆说的对 我们家现在可是有脚车的 你想不想把之前丢掉的面子召回来 当然想啊 小坤哥我要去高中 好 我们现在就去 让那些抄晓你的人看一看 他们不配 一群穷归 他们没资格 随即两人便开着车来到了学校门口 刚好碰到周柳走了出来 二姐 你来做什么 二姐 之前的事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我的气 我请你吃饭给你道歉好不好 不必了 我很忙 如果没事 我走了 以后找我直接打电话 别来学校 二姐等一下 小坤哥出息了 前两天直接给我拿回来三万块钱 不仅如此 我们家现在有车了 就在那里 周柳看到站在车子旁的赵坤 不免心中一震 二姐你上车吧 我让小坤哥带你兜兜风 不必了 我还要回去复习 以后电话联系吧 说完这句话周柳转身就走了 而周柳气得浑身发抖 打一截可能真的很忙 包主劝小倩计命并不容易 老婆 咱们在地打一截电视间 你们是情节妹 没什么事过不去的 周柳点了点头 脸上再次挤出了一母笑 咱们继续赌他周辰 这才是我们来的真正目的 没错 让周辰看到我们的脚车才是此次的重点 就在此时忽然发现一辆红色的崭新轿车 在校门口缓缓停下 小坤哥这是什么车啊 看着好漂亮 那是奥迪 好想的五六十万 应该是某位老板赖家孩子 没想到一高有这么有钱的家长 要是有一天 我们也能开上奥迪就好了 就在下一秒 我直接走到奥迪车前坐了进去 什么 周辰为什么能坐进那辆车 他与车主是什么关系 老婆 我们追上去 孙小姐 你把这些资料借给我 我又欠了你一份大人情 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开口 我一定义不容辞 好 哪里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随时向我请教 那会不会打扰到孙小姐 我有一个月的假期 如果在这一个月内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月后 我只能挑出空闲时间帮你解答 我明白了孙老师 第二天一早 李凯乐找了过来 乘哥 有人不让我摆摊故意针对我 别着急 你先说都发生了什么 随即李凯乐便把这两天的摆摊时 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太奇怪了 什么 按理说接到管理处的人 都是一视同仁 怎么会只针对一人呢 那你知道为什么只针对你吗 我知道 有人故意报复我 就是和你妹妹周如在一起的那个家伙 不对啊 赵坤现在和街道管理处的人 关系怎么如此之好 随后我在想到 昨天看到赵坤开车汽车 心中有了结论 莫不是我的重生导致了蝴蝶效应 从而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走向 想到这里我淡淡地说道 凯乐 你暂时别摆摊了 只要你出摊 肯定还会找你麻烦 你不介意的话 就去大龙那帮忙吧 陈哥我听你的 我给大龙哥打下手 李凯乐走后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赵坤怎么会和街道管理处的人 扯上关系呢 哈哈 想不到吧周辰 小坤哥和街道管理处的人 关系好着呢 是啊 捞泡 如今胡哥带着我 管理着一家KTV 每天都和各种 忧透忧连的人结束 小坤哥加油 等你结识更多的人脉 我要让他的臭豆腐店 也开不下去 捞泡说的对 到那个时候 他只有上门求我们 我求求你的兄弟 干啥都行 我也只是给一个大哥当小弟 没有什么话语权啊 你不是说当时打了一场仗后 那个大哥给每个小弟 给了一百块吗 你只要把我介绍过去 我跟你三七分行不 没问题 都是兄弟 晚上我带你去见大哥 今天正好需要人手 白眼狼弟弟打伤了人 竟然跑来让我顶罪 我反手就打他一把 都特么重生了 我还能做福地魔吗 大哥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把人打伤了 警察正在四处找我 只有你能帮我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大哥你千万不能见喜不救啊 发生了什么 你先告诉我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事情经过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头都流血了 你想我怎么帮 听到我没有一口回绝 本就抱着世事态度的周燕心头一动 大哥 我希望你能去警局替我自首 说人是你打伤的 如果我被抓到 我的人生就彻底毁了 大哥你帮帮我吧 我不想坐牢 你如果自首肯定会宽大处理 人是你打的 想让我替你去自首坐牢 周燕 到底是你傻 还是我傻 我凭什么为了你毁了我的人生 是我欠你的马 立刻滚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周晨 你这么对我 爸爸妈妈如果活着一定不会饶了你 你的心态狠了 你以前对我们的好权都是假的 你就是一个虚伪的人 想到这里我直接走上前去给了他眼光 你不配提爸爸妈妈 那是我的亲生父母 跟你没关系 别说他们喜了 就算他们活着也没人会替你承担 要怪就怪你自己 就由自取 好好好 周晨你别后悔 你在我这再也不是大哥了 你给我等着 料下这句话 周晨转头就离开了 三姐 我闯祸了 我不想坐牢 怎么了小弟 我知道你很着急 但是你先别着急 有什么事慢慢说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头都流血了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周晨还打我 他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怎么可能管你 你让他替你去自首纯属自讨没趣 三姐 我现在除为离开蔡徐村没有别的选择 你快给我拿点钱让我逃跑吧 四弟你不用担心 不过是打伤人而已 又不是瞎人 我让你姐夫帮你解决 三姐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如果再玩 我可能想走都走不了 周晨属是不相信赵坤能帮上忙 而周如只是神秘一笑 小坤哥已经不是几天前的小坤哥了 放心吧 你姐夫肯定让你安然无恙 他在第十四集认识了一个很有钱的大佬 真的吗 姐夫 你真的能帮我吗 小坤哥 四弟可是你亲妹夫 你必须帮他 你认识那么多人 肯定能摆平这事 姐夫 你现在发达人卖广 我只能靠你了 你帮帮我吧 我真不想坐牢 我在第十二集就蹲了七天 里面的人让我捡了十几次肥皂 同喜我了 面对周晨带来的麻烦 赵坤虽然不说 但还是淡淡的开口说道 你等回吧 我去打个电话 赵坤没保证一定能解决 而是去到一旁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一分钟九十秒后 他重新回到姐弟二人面前 解决了 夫哥会替你摆平 你可以安心会去了 听到胡哥出马 周如瞬间大喜 放心吧四弟 不会有问题了 三姐 这位胡哥是什么人啊 他真能帮我摆平吗 这位胡哥是一位大老板 人家在咱们蔡徐村 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手下有很多产业 咱们这儿的第一家KTV 就是他开的 随后周如向周晏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位胡哥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狼牙榜 身价至少几百万 什么几百万 太厉害了吧 太好了 这下不用减肥皂了 三姐 姐夫和这位胡哥是什么关系啊 不该你知道的别问 你得是借据了 回去吧 姐夫 那你们早点休解 走在路上的周晏内心不禁想到 看来小坤哥是认识了这个胡哥以后 才飞黄腾达的 我得好好巴结小坤哥 然后争取跟着这个胡哥混 看来我马上就能走向人生巅峰营取小美了啊 想什么呢 目前还没有 呵呵 一个加盟者都没有 那你可得加快速度了啊 否则你的后半身的一直跟着我做事 有没有考虑过现在认输 我是接受主动认输的 孙总 现在谭树营为时尚早 而且我不认为我会输 相反 我今天也可以给孙总一个认输的机会 好小子 看来只能几个月后见分晓 不过我现在更好奇 你什么时候能打破零个加盟者 就在这时张大福打来了电话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我知道了 我放下手机 脸上露出一抹淡小 不错 终于有了第一个加盟者 不过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不好意思孙总 纠正一下 不是一个加盟者 而是二个加盟者 什么 二十二个加盟者 不是二十二个加盟者 就是二个加盟者 什么 九十二个加盟者 二百五十二个加盟者 什么 二百五十二个加盟者 放学后 我与李凯乐一起直奔夜市 将有新的加盟者好消息 告诉了徐大龙 以后的加盟者会越来越多 需要的臭豆腐料汁 原材料也会越来越大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小陈哥 我听你的 以后臭豆腐料汁我来送 等等 放心吧大龙哥 这段时间你就先去考驾照 夜市这里有我 大龙 公司前期需要你来运送料汁 等加盟者达到一定规模 我们会专门招几个司机 进行送货 届时由你来统筹管理 好的小陈哥 你拿给我的那本书 我看了之后受益肥浅 大龙哥 是哪一本 就是那本 不会带团队就只能干到喜 大龙 我给你买了个电话 以后方便联系 陈哥那我呢 你先替大龙管好店铺 等大龙下来驾照后 店里再招一个员工交给你管 陈哥你太帅了 我这等于直接当老板 风平浪静的两天半后 周燕站在学校大门前双手插斗 换上了一身帅气西装 还将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 二姐我来看看你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现在有工作了 自己能赚钱 不用再向二姐你要钱 你之前给我拿了不少 这三百块你一定要收下 当我还你的 周刘反应过来后 接过了周燕的钱 你是和赵坤一样给人做事吗 嘿嘿 二姐你真厉害 这都被你猜到了 是三姐告诉你的吗 面对周刘 周燕并未隐瞒 将这几天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这是小费 什么 你是说赵坤现在当KTV里的二把手 你是里面的领班 这三百钱还是客人给的小费 对二姐 人家胡哥是真正的大老板 可有钱了 我决定了 以后就跟这位胡哥混 你以后也来胡哥的公司吧 胡哥为人大方 又有人卖和实力 你来了肯定赚的不比我少 周燕的话的确令周刘有些心动 但很快他又瞬间清醒 四弟 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有我的人生规划 你跟着那胡哥 我不阻拦你 不过你要多留一个心眼 千万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 否则就算那个胡哥 也未必就得了你 二姐 你太小看胡哥了 这么跟你说吧 蔡徐森乱不乱 胡哥说的算 总之 你记住我说的话 我就先走了 见周柳朝宿舍走去后 周燕这才跑到街道对面 挡在了我的前面 没想到吧 我敢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很失望 我没被警察抓进去 周晨 你当真以为我没有你的帮助 就躲不过那一劫吗 我告诉你 阿人那是已经摆平了 看到我面露惊讶 周燕简直不要太爽 你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安然无恙的吗 你一定想不到 我有贵人相助 我的这位贵人 是你周晨这辈子 都达不到的高度 然后呢 你想说什么 不要以为做点小买卖就是老板 你的臭豆腐 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生意 跟胡哥相比 差十万八千里 以后你周晨 以后只有羡慕的份 怎么样 是不是后悔了 我的确后悔了 后悔没多删你两巴掌 但凡你有点成就 我都能看得起你 可你看看你自己 仗着别人在我面前炫耀 不觉得很可悲吗 就像一个跳梁小丑 反复跳来跳去 周晨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再怎么说 我是一个小老板 你给人当小弟 还当出了自豪感 需要我给你颁发 一个荣誉奖章吗 周晨被这话对得 哑口无言 好半天他才嘴硬的反驳 就算我当人小弟 也比你有出现 不幸咱们走个桥 大龙 你干嘛 现在是2005年的背景 人家原文的作者都更正了 那搞错了 再来 重生归来我开了 臭豆腐连锁店 一天就挣到了十万块 而白眼狼兄妹得之后 竟然造谣我的臭豆腐 是分辨座 都特么重生了 我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 陈哥 不瞒你说 这两天咱们的臭豆腐 生意不太好 有人说我们的臭豆腐 之所以那么臭 是因为放了粪便 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这两天 营业额瑞减 每一个问题这个顾客 我都要耐心解释一遍 即便这样 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 听完李凯乐的描述 我的眉头高高皱起 显然是有人在故意抹黑 臭豆腐生意 这个问题必须重视 否则臭豆腐生意没法做了 凯乐 中午的时候 你去一趟水果超市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我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听得李凯乐眼睛一亮 不过陈哥 仅凭这个就能让人相信我们吗 如果别人继续造谣抹黑 我们怎么办 那就拿出法律武器 揪出造谣者 断人钱财 犹如瞎人父母 有人被地理使坏 别怪我瞎姬景侯 婉莹 你帮我起草一份律师函吧 这次我是以客户的身份 想请你帮忙 有人恶意造谣抹黑我的生意 我必须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我的权益 律师函没问题 我闺蜜苏佳佳 就是做这个的 不过恕我直言 你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造谣者 仅凭律师函也没用 无妨 我还有其他方式 让这份谣言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法律武器必须要亮出来 好吧 那这次就当你是雇我的了呀 我雇你们来 你们就是这么给我做生意的吗 刚刚那几个客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没买就走了 周小姐 这是不怪我 他们问我咱们的臭豆腐里是否有份 我解释说没有 他们不相信 说我骗他们 所以才 中年大姐一脸委屈 这令周如意识到 有人似乎对臭豆腐有很大的误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在传臭豆腐里有份这件事 没错就是我 四弟 你怎么回事 这是你做的 三姐 昨天听你说她又获得了冠军 我很不爽 所以我就花钱雇人做抹黑臭豆腐 对方也不认识我 没人知道是我传出去的 不用担心找到我头上 周如思索了一会开口说的 虽然我的生意受到了影响 但是周辰的影响更大 四弟 这件事你干得漂亮 你替我和你二姐全都狠狠出了一口气 我刚刚才想到三姐你的生意会受到影响 感觉对不起你 没想到三姐你如此聪明 能把危机变成机会 四弟我不怪你 我会趁此机会为我的臭豆腐证明 至于她周辰的臭豆腐生意 我倒想知道她如何挽救 周如露出了一脸的冷笑 心中满是得意 这次的谣言不比第十二集 称得上是府邸抽薪 就算周辰报警也找不到这里 而谣言只会越传越凶 到时候我的臭豆腐将是蔡徐村的唯一 周辰 此刻的你一定很烦吧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二姐 让二姐知道她周辰嚣张不了多久 她引以为傲的生意马上会倒闭关门 相信二姐一定会开心起来 周如直接拿起手机拨通了周柳的电话 你又去招惹她了 这都第几次了 还去招惹周辰 既吃不既打吗 二姐 这次真不是我做的 我发誓 有人对她的臭豆腐产生质疑合情合理 二姐你就瞧好吧 她的生意肯定做不下去 周如 我不管是不是你 我只希望你别忘记之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不想再因为你背上更多的骂名 二姐对不起 但我保证 这次她周辰就算报警也找不到我的头上 你放心好了 与此同时 我将一张张律师函贴在了店铺的外面 而李凯乐正在向大家解释着 大家看好了 臭豆腐是臭的 但榴莲也是臭的 谁能说榴莲也是粪了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臭豆腐 从原材料到配料全都拿到了工商部门进行检验 大家如果心有质疑也可以这么做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不要中了坏人的全套 而徐大龙也继续补充道 这是我们的董事长周辰 他会当着你们的面具一块一块的吃我们的臭豆腐 食品安全 大家请放心 这一系列操作 令在场的众人都有了底气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臭豆腐在哪里下单啊 这位小仙女问得好 现在只有最后三单了 赶紧点击下方小黄车 这一幕被躲在不远处的周燕全部看在眼里 一群蠢货 这种解释都相信 真是没脑子 不过我还是得告诉三姐一声 商论一下接下来如何做 周燕没做停留 转身就来到了周如家里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好多人的 行了 你别巴拉巴拉巴拉了 有的观众都烦了 那三姐 你有什么新想法吗 没错 我的确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 那三姐你快说呀 好 我简单的告诉你一下 巴拉巴拉巴拉 停停停三姐 你刚才还说不让我巴拉巴拉巴拉 怎么你现在又开始巴拉巴拉巴拉 好好好 你这么玩是吧 四弟 他弄的律师函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 只能吓唬人 倒是他把臭豆腐送去工商部门检查 很有可能替他证明清白 我要做的是拔水搅混 那如何搅混呢 大家质疑他的臭豆腐是否放了东西 我们可以再搞出一个质疑 让他公开臭豆腐制作的所有材料 尤其是料汁 周燕愣了几秒钟随后立马恍然大悟 三姐 你这招高啊 如果他公布 那么这臭豆腐就人人都会做了 他不再是独一无二 但如果他不公布就是不敢 被人认为里面有猫腻 等于不打自招 周如威笑着点点头 没错我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我笃定他不会公开材料 让别人去复制他的生意 那么他就得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继续被人误会 三姐 你这招真是高啊 我愿称之为比九转大肠还高的羊毛 嗯 九转大肠是什么意思 那个 这个 这是过几年后会发生的一个事件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快去准备吧 哈哈 周辰 你准备好接照了吗 辰哥 如果我们不答应 有人会认定我们的臭豆腐加了那东西 恐怕 我们即便公开也不会杜绝这种言论 反而还会继续被人牵鼻子走 按照我说的做 大不了蔡徐村的臭豆腐生意暂时不做 你和大龙休息一阵 可是辰哥 这样一来我们就损失了很多啊 凯勒 他们这样做 这是为了弄清楚臭豆腐的原材料 从而进行模仿 知道了吗 听完我得解释 李凯勒瞬间恍然大悟 辰哥 还是你了考虑的长远 你就对外解释称 臭豆腐的原材料属于商业机密 不便透露 谁认为加了不该加的东西 可以去举证起诉 一天下来 门店冷冷清清 三姐 看来距离他关门大吉的日子不远了 周如的脸上透着明显的得意与骄傲 哼 只怪他对我们三姐弟冷酷无情 是他不仁不义在先 又怪的了谁 一切都是他活该 自作自受 是啊 如果他不那么对我们 他的生意还能做得下去 是他逼我们 只可惜他没来这里 而是让别人替他承受了谩骂 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他的生意被人唾弃当面告诉他 看在曾经兄妹一场的份上 我们这么做比他大气多了 随即姐弟二人再次来到学校 周辰 因为你的臭豆腐放了恶心的东西给客人吃 导致我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 你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三姐说的对 你丢人也就罢了 能不能别连累我 周如 你在学校里造谣我抹黑 我尚且不够 在外面还抹黑我的生意 明明吃我家米和我家水长大至今 却能做出如此卑鄙无耻的事 还舔着脸质问我 你知道不要脸三个字怎么写吗 你你你诬陷人 你凭什么说我造谣抹黑你生意 你有证据吗 哼 你不承认又如何 没人买你的东西 你的臭豆腐店早晚倒闭关门 这不就是你最想看到的吗 也是你抹黑我生意的最终目的 所以你现在比任何人都开心 你你你 我说了造谣的人不是我 呵呵 不是你 你却比任何人都高兴 现在又跑到我面前 阴阴狂吠 你觉得合理吗 小诚哥说的对 做人不能丧良心 我父母将你们三姐弟养大 不求你们回报一分 但你们怎么做的 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难道不怕遭雷劈吗 我只想送你们三姐弟一句话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报 时候味道 你你你 周辰 你心太狠了 狠嘛 那让你看个更狠的 你你你什么意思 观众们说想看烟花了 麻烦你配合一下 周辰 你凭什么不分清红皂白就打人 哦 忘记了 还有你 三姐 我们快走吧 今天他们人太多了 跑什么 心虚了吧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真是活该 三姐你别生气了 那家伙就是一个捧臭脚的 不要在意 且让他周辰嚣张得意 他的生意马上就做不下去了 看他还能笑多久 哈哈哈哈 凯勒 这两天我们应该就能营业了 真的蛮小诚哥 当然了 你还记得前两天来我们学校的电视台主持人吗 你说的不会是山河有约节目的主持人山河吧 没错 当时校长安排我去接受采访 还告诉我为了节目要保密 所以我连屏幕前的观众都没告诉 节目今晚就要播出了 到时候一切传言都会不攻自破的 太好了 他的节目可是黄金档啊 那我回去要守在电视机前面了 臭小子 你上电视这样的大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要不是从别人嘴里听到 师傅 我这不是怕耽误您休息吗 而且只是上了市级电台 又不是央视 所以 好家伙 市级电视台难道很小吗 虽然它的确无法与央视相比 但也是很大的电视台好吧 你小子是不是飘了 一时间 关于周成上电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蔡徐村 今天对于某些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不免业了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个停学三年后又归来的高中生 周成 来向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周成 来自蔡徐村 这个小伙子短短几个月就冲到了年期低时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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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周成上电视了 还被记者进行单独采访 是了 我刚才看完 采访里还提到了周成创业作丑豆腐 听到这里周如转念一下 现如今关于臭豆腐的传言传的正凶 这节目一播出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了 如此一来周成的名声就废了呀 老婆说的对 闲仔看来反而是电视台帮了咱们啊 周成 你以为上电视就很了不起吗 电视台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的 反而会把你推向深渊 让你的名声臭大街 可不成想 这件事在市里得到了重视 竟然派出了几位大领导亲自登门拜访 周成你好 鉴于你的事迹 我们想将你的故事拍摄成纪录片 我知道机会来了 便将臭豆腐生意因为无端的谣言被迫关门一事汇报了上去 一呀一呀一呀 一呀一呀一呀 关门好多天了 什么 这分明是在给我们蔡徐氏抹黑 你放心 你们店铺大胆开 我会帮你解决的 有了市里的支持 第二天臭豆腐店就重新开张了 周成同学是我们蔡徐孙所有学生的榜样 关于他创业做臭豆腐生意所遭受的谣言 导致被迫关门 作为蔡徐氏的领导 我有责任抓住造谣者还周成同学一个清白 任何无端污蔑者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见此情形 躲在一旁的周焉瑟瑟发抖 三姐 人家领导面对镜头说出的这番话 显然力度不是一般的大 你一定要帮我 我不想坐牢 我不想待在里面 那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四弟你先别着急 就算他们想查也要查上一阵 不会这么快找到我们 从现在请你别去夜市了 免得引起怀疑 你也什么都不要再做 以免被人抓到把柄 只要没有证据就抓不了你我 三姐 我们还是找二姐商论一下吧 二姐最聪明 肯定知道怎么做最好 也好 现如今只有我们三姐弟相依为命 我们就应该共进退 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姐弟二人达成一致意见后 来到了学校里找到了周柳 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遍 别去招惹他 你们为什么不听 现在是领导亲自发声 你们才知道怕 被周柳训斥的二人 都低着头不敢言语 这件事从现在起 你们俩给我烂在肚子里 任何人问起都说不知道 哪怕查到你们头上 也要一口咬定 和你们没关系 否则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你们俩全都得坐牢 你们明白吗 周柳心里对这两个亲兄妹 无语至极 真希望高考早日到来 那时我就能离开蔡徐村 远离这两个脑袋不灵光的兄妹 难怪你小子上次不肯认输 原来你的底气是来自采访节目 你早就预料到节目播出后 会有人帮你解决传言一事吧 孙总严重了 我又不是神仙 怎么能预测未来发生的事 只是我的运气好一点罢了 上面的领导可怜我 想帮我一把 看不得我这个年轻人创业失败 这小子就是一个小狐狸啊 一时间 孙连成竟有些不自信 如此优秀的人才 就算真拉到身边给自己做事 但这座小庙能否容下周臣这尊大佛啊 沉思了片刻后他立刻开口说道 小周 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 而我只是微微一正 孙小姐自然是十分优秀的 人长得漂亮又有学历和能力 为人善良大方 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听到这话孙连成点了点头 你小子的眼睛不赖 哪怕放在那些名校之中 我们家婉营都称得上天之娇女 追求者更是数不胜数 孙总说的是 以后你跟婉营多多接触 你们年轻人们肯定有共同的话题 嗯 一时间我满脸疑惑 什么意思 为什么忽然主动让我和孙婉营联系 该不会是想让我做孙家的女婿吧 想想还有点可怕呢 这真是太可怕了 三姐 你说帽子叔叔会不会找到我的头上 四弟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县里这么久还没动进肯定没有线索 最后只会不了了之 就算真发现与我们有关 但别忘了你姐夫现在已经不是小人物 胡哥一句话大带绿就能摆平 让我们免去牢狱之灾 三姐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不过想来他们也不会这么快调查到我们 根据线索 目前可以初步锁定周如周焉二人 这个周焉在第十二集的时候 还因为寻衅滋事被关七天 我建议重点调查这两人 周晨你好 经过我们目前的调查 初步锁定了造谣者为周如和周焉二人 鼠鼠同志 那你们叫我来说了什么 我们想知道 鉴于你们的关系 如果证据确凿 是选择追究到底还是放弃追究 既然犯了法 就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如果传谣的事真是他们所为 那我只能说一句活该 好的 那我们这两天就采取行动 回到家后我整理了一下存款 足足有两百五十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黑紫城郊区不出一年就会拆迁 那我现在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先把那边的房子盘过来再说 于是我立马来到店里找到大龙和凯乐 大龙 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黑紫城吧 我们去办点大事 什么事啊小坤哥 胡哥说了 让我过两天去黑紫城郊区巴那里的命方盘过来 还让我带着一百万呢 小坤哥太好了 你一定不要辜负胡哥的看好 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而且只是买房子而已 胡哥出钱基本没难度 周如听说可以支配上百万元 于是便提议带周燕一起前往 小坤哥 你把四弟带上 让他跟着你做这件事行吗 面对周如的伏地魔行为 赵坤本能的反感 可却架不住周如一个劲的央求 好吧 既然你想带他一起 那便带他去吧 周如文言满脸笑意 主动送上香吻 小坤哥不可以的 目前咱儿子还在生长不能乱来 你再忍一忍 过两个月再给你行吗 想到那位出事的儿子 赵坤不得不压下冲动 但旋即他嘴角又露出一幕笑意 老婆 我今晚恐怕不能陪你了 这两天却黑字称 把胡哥交给我的事办好 我得厌究一下 如何以嘴底的假钱纳下 令胡哥对我寡母祥侃 我得汇取加班 你一个人睡可以吗 小坤哥 你今晚又不能陪我吗 听到赵坤不在家住 周如顿感失望 你已经连续数天都没回来住了 我也是为咱们这个家 胡哥第一次让我办这种大事 我必须抓住这个赖之不已的机会 你应该理解我 我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为了你为了咱儿子 听到这些 周如心中虽有不满与不舍 但还是开口说道 小坤哥你去忙吧 我支持你 我和儿子会替你默默加油 赵坤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家 儿子 你爸爸为了咱们娘俩好辛苦啊 你要健康成长哦 等你以后出生 也要像你爸爸一样优秀好不好 接着他便给周嫣打去了电话 四弟 你准备一下 后天跟你姐夫去一趟黑子城办点大事 好的三姐 我知道了 而另一边 我也找到了孙婉营 孙老师 听说你明天回黑子城 可以让我们打个顺风车吗 当然可以了 那我就太谢谢你了 到了黑子城 我下面给你吃 诚哥 你为什么要买这里郊区的房子呢 这个你们不用管 到了地方 你俩别乱说话 听我指挥 抵达郊区农村后 我带着大龙凯乐去到了人堆里打听卖房子的人家 见到房主后 我直奔主题说出想要买下这里的想法 大叔你好 听说你要卖房子是吗 我出三万块 你这房子能卖给我吗 这是遇到了晕大头了吗 这破房子竟然能卖三万块 看着对方自以为占到便宜精灵的样子 我当即心头一动 大叔 可以请你帮忙问问村里人谁还想卖房子吗 只要介绍成功一套 就给三百块钱作为奖励 听到还有这种好事 中年男人立刻答应下来 不出一个小时就带来了四五个住 而我自然是照单全收 只要你们能帮我介绍来要卖房子的 每个人投我给你们三百块的提成 听到这里刚刚成交的几人也立刻行动了起来 陈哥 这钱他们赚得也太轻松了吧 凯勒 这钱对他们来说的确等于白减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去登门询问和他们去询问 有什么区别吗 李凯勒一脸蒙蔽 徐大龙见状开口说道 我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 心里有房贝 如果我们登门询问 哪怕有心想卖的人不会直接说卖 但村里的人却不一样 他们却说更容易成功 加上有他们本身为例子 哪怕没想着要卖的也会考虑 甚至在劝说下同意卖掉 没错 这就是答案 一天忙活下来 我基本上把有一项的客户都拿下了 四十三套房子 每一套获得拆迁款都是七八十万起步 这样算下来 我的身价直接从百万轻松跨入千万行列 妥妥血赚一笔 看着眼前的一本本房本 我也是忍不住笑了 重生归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挣的钱足够我花小好长时间了 接下来只需近代拆迁就好了 第二天中午 我让大龙去处理剩余的事情 然后带着凯勒去了饭店 孙老师 没等着急吧 这位是 这位是我在第十五集提到的苏佳佳呀 就是他帮你们搞的律师函 那还要多谢苏律师了 你们这次来黑子城是干嘛的 诚哥是来买房的 听到这里 两人脸上也露出一挪金茶 你买的哪个小区 黑子城的房子不便宜 一套房至少四五十万 这还是普通的小区 高档小区更贵 苏律师可能误会了 我买的不是市里楼房 而是郊区平房 我笑了笑 接着把囤房子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压一压一压 到时候拆迁的时候 还要苏律师帮忙呢 周晨 你学习是不错 运动也厉害 但若是以为投资容易 让你夜暴富 未免太天真 我不妨告诉你 十年内别想着把钱赚回来 幸运的话 可能十年后 会让你获得拆迁款小赚一笔 但那也只是建立在 你运气好的前提下 苏律师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打赌 赌什么 怎么赌 就赌我买的平房 能否迅速回本 你说至少十年后 我觉得用不上 我赌一年 苏律师可否愿意跟我赌一次 一年 好啊 赌就赌 我还怕了你不成 想一年内 让你投资的平房赚回本钱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苏律师输了 以后你给我打工 你的野心不小啊 想当我的老板 我要是不同意 你一定以为我怕了 行 我跟你赌 我赢了你以后 每次见到我和婉莹 都得弯腰巨公喊一声 苏姐和孙姐 可以 没问题 可能用不了一年 你就得到我的员工 那个时候苏律师可不要赖账 我苏家家既然敢跟你赌就输得起 别说给你当员工了 给你当老婆都行啊 吃过饭后 几人也是返回了蔡徐村 与此同时 赵坤周焉二人也来到了黑子城 你们来晚了 我们村子的房子被几个小伙子买走了 剩下的都不会卖 话说你们这些城里人都跑我们农村买房干嘛 能和我说说吗 听到这里 几人瞬间猛逼 什么 那我们岂不是妹方子可卖了 这这么跟户格交差啊 想到这里他赶紧开口说道 大爷 难道没有一户人家坑卖吗 我们村本就没多少人家 之前那几个伙子买走了五十户人家的房子 剩下了几家不怎么缺钱 而且比较喜欢待在村里 这番话一出 赵坤的心再次凉了半截 到底是那个田啥的竟然一次买走这么多房子 想知道吗 给我五百块 什么五百块 你怎么不去呛啊 小兄弟你不够大气啊 人家之前那小伙子给足足三百元 你要是不给就别耽误我时间了 我还得搬家呢 无奈之下赵坤只好拿出了五百块钱 我告诉你们啊 那个小伙子叫周晨 长得还挺帅的 什么 咱们可能是他 听到周晨二子 周燕和赵坤都猛逼了 徐秘书 今天你劝证看到了 不是我不想万臣护格的脚带 这是房子提前被人卖租了 咱们能不能卖七他村的房子啊 胡总只要这个村子的房子 其他村子即便一千块也不要 不过今天这事的确与你关系不大 我会向胡总解释说明 谢谢徐秘书的致电 打人难忘 而在家的周如也没闲着 二姐跟你说一件好事 胡总对小坤哥非常看重 等小坤哥把这次的事办好 回来肯定会更受重视 见周如满脸引以为傲的模样 周柳心中虽有一丝不悦 却没表现出来 恰逢此时 两个鼠鼠同志走了过来 周如女士 鉴于你涉及造谣他人生意 请你配合跟我们走一趟 叔叔同志的出现 令周如顿时脸黑了下来 我没有 不是我做的 与我无关 下午四点多 赵坤周焉两人从黑子城回到了蔡徐村 刚下车两名身穿制服的帽子 叔叔直接亮出一张带骨令 姐夫 救我 救救我 我不想坐牢 我还年轻 你快去找胡总 小坤哥 你快救救我 你放心 捞炮 这是胡哥给我招的律师 你还在会运 可以闲出来的 回到家后 周如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小坤哥 你再跟胡哥说说 他是大老板神通广大 肯定有办法把四弟弄出来 赵坤文言眉头皱起 为了解决折剪屎 我后者连屁取袖护格 人家又是递签 又是递工作的 周如 你得我情形颠拔 那胡总对我们做的报答已经够多了 可 可是四弟毕竟是帮我出气 才会做出糊涂事啊 行了吧 你是因为忧运在神切 定夺算是绑雄才能安然无恙 但他周延是猪猛 你让我这么帮他 你以为京剧是个人开的 请你和你弟弟 别再拖累我了 行吗 见赵坤报梦 周如瞬间安静 我知道过都是我和四弟惹出来的 可是我作为姐姐 想帮助弟弟有错吗 我也不想变成今天这样啊 看到赵坤这般愤怒 周如也不好再惹他生气了 算了 还是明天去学校 看看二姐有没有什么办法吧 二姐 你快救救四弟吧 如今咱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 你不能做事不管了 你学习好比我们聪明 肯定有办法 如今的周流只觉得 这两个人是个丧闻心 二姐 你还说过我们要相互扶持 眼下四弟正需要你的帮助 你快想想如何能让四弟摆脱蹲橘子 面对周如的焦急万分 周流恨不能立马与二人切断关系 我不止一次和你们两人说过 不要去招惹他 你们不听 现在惹出麻烦想到找我 闯祸之前干什么了 在周流的沉声训斥下 周如只能低下头承受着 想让四弟没事 唯一的办法是去求他 让他放弃追究 这是唯一的方式 二姐你不知道 我之前跟帽子叔叔说过想给他道歉 但他不肯见我 你和周烟毁他的生意 他能见你才怪 但如果想帮到四弟只能去求他 除了这个别无他法 二姐 你跟我一起去求大哥好吗 或许我们两个一起求他 他可能会心软放过四弟 周流下意识地抗拒 可看到周如一脸可怜模样 只好无奈地开口说道 见到他再说吧 晚上放学 你在校门口堵他 我放学出来会跟你一起 到了晚上 周如直接拦住了我的去路 大哥 我们单独谈谈可以吗 这次的周如没有了以往的嚣张气焰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大哥 我知道四弟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你 我们知道错了 你能原谅我们一回行吗 我可以向你道歉 也可以替四弟跟你道歉 去追究责任吧 去橘子让帽子叔叔放了四弟 否则四弟一辈子就完了 周如见我不搭理他 竟直接跪了下来 大哥我求求你了 爸爸妈妈活着时候最宠四弟 四弟犯错事应该惩罚 但让他蹲橘子未免太重了 以后会留下人生的污点 你就当看在去世的爸妈份上 原谅四弟一回吧 看着周如为了周嫣 连自己的脸面都不要 我内心愈发感到可笑 你为了亲弟弟 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以前怎么不见你对我这般呢 我再强调一点 那是我的亲生父母 少拿爸妈绑架我 就算他们还活着 我也会追究到底 扔下这番话后 我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 周辰 得饶人触且饶人 做人流一线日后好相见 你把事做得如此 绝一定会遭报应 但凡有报应这种事 也是应该报复 在那些白眼狼的头上吧 明明自己做了错事 却跑过来装委屈 我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李凯乐 是你 是我又如何 难道是我哪里说的不对吗 你应该庆幸世界上没神仙 否则你们三个 一定会一个比一个惨 你你你你 你什么你 你有脸做怕什么别人说啊 这是我们家的事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 你算什么东西 考试倒数的差生 我是差生不假 但你连高中都没毕业 辍学去给街头混混生孩子 你不觉得很丢人 我都替你骚得慌 要点脸吧 第二天姐妹两人 来到橘子看望周燕 二姐三姐 你们今天来 一定是接我回家的吧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四弟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周辰太坏了 我们斗不过他 随即周如把被周辰拒绝的事情 一并告诉了周燕 一呀一呀一呀 我都下跪了 见此情形 周燕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 周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某鸡少年穷 等我出去后 一定要让你后悔 至此 周燕开始了他长达数月之久的小黑屋生活 而周辰的生活又恢复了一片宁静 大龙 我们现在的加盟者已经很多了 你去视察加盟者的开店装修选址吧 好的小陈哥 这样下来运送料汁 还需要一个靠谱又会开车的人 思索片刻后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人的身影 娟姐 我这里有一份开车送货的工作 我想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帮我每天送货 不知道姐夫是否有兴趣 工资方面你放心 我先给到两千 后面会继续增加 干好了可以晋升到管理层 李娟此刻有点猛 感觉幸福来的有点突然 太好脸笑沉滴滴 那我们家何俊的工作又灼落脸 他这忌铁争下杠翻筹呢 我替他答应脸 谢谢你 可是周如这边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 就因为你这个扫把星 害得我们家都被人嫌弃了 你说说你 抹黑人家干嘛 自知理亏的周如也不好反驳 只得低下头承受着婆婆的属容 现在倒好 自己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蹲橘子的蹲橘子 没生意的没生意 现在还得靠小坤养你 要不是看在你怀了我们赵家的骨肉 我早让小坤把你一脚踹了 而此时的赵坤正在外面风流 根本懒得管周如的喜悟 这一天赵坤难得回家 但脸色却是十分难看 小坤哥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和妈吵架 我已经不与她吵了 你别生我气了好吗 老婆 谢谢你能为了我不和妈计较 小坤哥 妈说让你不要我我才跟她吵的 你以后会不要我吗 当然不会 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你是我儿的妈 我怎么能不要你呢 那小坤哥你为什么看上去始终不高兴 还不是上次去黑资城 给护哥去卖拼放的事 直至今天我才清楚 因为那里即将会柴钱 到时候一套房子 能不贴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不畅金 可问题是这些即将备展的房子 被周辰率先卖租啊 什么 你是说周辰居然提前买了 此周辰非必周辰 无是套拼放 哪怕几万块一套 也不是周辰能吃下的 我们估计是跟尼格通命通行的 是这个道理 我那狠心的大哥 不可能比胡哥的消息灵通 且能拿出上百万 那小陈哥 这件事胡哥不打算计较了吗 胡哥肯定想办法弄情出事税 输也要输个明白 蹬着吧 过不了多久 这个周辰的身份就会曝光 胡总 关于周辰的资料 我找到了 周辰蔡徐村本地人 父母于三年前一拜去世 有三个兄妹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秘书将我的详细背景 一股脑子会爆出来 没想到我蔡徐村还有这样的人才 小小年纪有如此成就 有点意思 除此之外 他那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简直就是白眼狼 尤其是那个周辱 居然还是小坤主管的女朋友 什么 那看来的找一下 老爷子之前被赵坤救下的监控 我要仔细看一遍 胡总 这件事恐怕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无妨 我只想弄清楚真相 老爷子当时被救是巧合 还是真想救人 出于他们几兄妹做出的事 我不得不重新思考 赵坤是否真具备热心肠 见老爷子危险主动出手 胡哥说的对 你把赵坤当成恩人 给予不小的回报 但三姐弟的风评差的出奇 在校园里都传开了 确实有必要搞清楚赵坤的人品 你去联系一下周辰 跟他谈一下吃饭时间 好 没问题 我一定暗示去 挂断电话后我不禁开始思考 这个胡哥紧随我之后 去村里买平房 想来应该是得到了消息 可惜晚了一步 现在村里的平房 基本都在我的手上 他想要只能找我 既然这样倒是可以见上一见 胡总 我怀疑他的消息来源 以及拿出百万元 囤积那些平房的真相 应该是孙连成的缘故 但何以见得 随后秘书把他的猜测说了出来 周辰只是普通家庭背景 而他第二集就拿下了食堂 背后肯定有高人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孙连成 什么 恐怕只有亲儿子才会这帮培养吧 孙连成这是把周辰当成未来女婿 还是想把周辰王走榜右臂上培养呢 胡哥 你给他打个电话了解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你应该是误会了 买平房这件事完全是那小子自己做的 我压根不知道拆迁的消息 我也是才知道原来他买了这么多平房 好的我知道了 多谢孙总啊 挂断电话后 胡哥又吩咐到 把我和周辰吃饭的时间地点告诉赵坤 让他做好迎接准备 什么 太好了小坤哥 那我也要去可以吗 你去干什么 我这次是跟胡哥去接待上一记说的周辰 我只是想去拍张照片 小坤哥你放心吧 我拍完照片就走 别拍任甲整脸 要是被任看到了 惹鬼可不快 胡哥会拐我 明白了 我不会给小坤哥你带去麻烦 我就是要让我企鹅列表里的那些同学看一看 我的男人是多么优秀 临近中午 看到我从胡哥车上下来 该猛逼的人都一脸猛逼 这 这怎么可能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真的是周辰 而赵坤也是呆呆地张大了嘴 徐秘书 这就是你们胡总安排的人 脑子好像不太灵光 我建议你们胡总最好换个聪明点的 朱先生不好意思 他是新来的 还请物怪 请您跟我走 小坤哥 他 他是胡总的客人 为什么是他 胡总怎么可能请他吃饭 他就是一个高中生 凭什么可以 他就是那个周辰 他们是一个人 使我们猜错了 他是杰族先登的那个人 不可能 他不可能有一两百万买下那么多平房 老婆 你记不记得咱们在第十四季开车去小门口那天 他坐上了一辆轰子敖地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可能与拿两车的车柱油管 小坤哥 你的意思是钱是这个车主拿的吗 八九不利事 否则就聘他买点抽豆腐 弄几个月赚上百万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小坤哥你说他会不会借此机会报复咱们啊 尤其是在胡哥面前说你的坏话 他已经开始说我坏话了 就在刚刚挡着须米淑的面说我脑袋不令广 让胡哥缓一个人 他真卑鄙 小坤哥咱得想点办法 绝不能让他毁了你在胡哥的心理地位 两个半小时后 我也回到了家里 胡哥 我承认我和他的关系不好 但他对我一直敲不上 认为我配不上他妹妹轴露 但他又何唱是一个和哥的大哥 他对轴露冷漠绝情 万劝不顾及任何庆面 千几天又接呼了宁的猜路 如果胡哥宁要对付他 我找昆愿以为当胡哥的骂欠阻 替宁教训他 谁说我要教训他 说到这里胡哥又想起 当时父亲遇到危险的视频监控回房 你当时救老爷子的情形还记得吗 再和我说说邦时的事 听到这照顾心想 看来这是一次万会心想的后机会 玄机他开始描述了起来 我已然选择用摊尾车护住捞人的安全 胡海斌听着赵坤虚构那些子虚乌有的细节 愈发的感到可笑 没想到你当时想了那么多 不过为什么你说的和监控里发生的完全不一样 听到这里赵坤顿时一惊 老爷子没受伤的确是你的摊尾车帮了忙 但你其实并不算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看在你的摊尾车至少帮忙的份上我可以不计较 包括当初给你拿的十万块 不过从明天起你不要再来了 除了那十万块作为暴打 你在我这里拥有的一切统统收回 你可以走了 周先生 其实你是我们胡总第一个上来就给出如此优秀待遇的人 如果你改变了主意 我现在就可以给胡总打电话 兑现答应的条件 我们胡总真的很欣赏你 替我谢谢胡总的欣赏 但我目前的确没有去做管理层的想法 我还想把大学读完 如果胡总愿意的 大学之后我可能会考虑 徐秘书知道无法说动我 只好无奈地开口说道 周先生 胡总让我稍一句话给你 胡总说接受你的建议 有些人会立刻换掉 我先试一证 玄机想到了什么 老婆 胡哥把我念出来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怪那个周辰 我一定不会防过他 周辰 不 不行的 不可以的 苏律师 我们之前打的赌 你应该不会不承认吧 哼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虽然是女人 但说话同样算数 呵呵 苏律师承认就好 不知道苏律师是否听说拆迁的消息 不知苏律师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呢 苏佳佳还是故作惊讶的问道 什么 你买的平房要拆迁了 有这样的好事吗 如果拆迁的消息是真的 我自然不会赖账 哈哈 那就好 不过我给你打工没问题 但薪资待遇方面 你必须要比事务所的高 月薪至少一万块 我才能跳槽 而且不能有加班 我每周都要有休息的时间 没问题 全部没问题 苏律师你说的这些 我都可以答应 什么 这就答应了 这还怎么搞啊 苏律师 我希望你能快点过来 因为我想让你代表我与开发商谈拆迁款的事宜 你说什么 你要让我代表你处理那些拆迁的平房 苏律师 你不用怀疑自己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我才没有怀疑自己 你敢把那些平房拆迁交给我 我有什么不敢和人谈的 既然苏律师有信心 我就放心了 我在蔡徐村恭候苏律师的大驾光临 说完这些我便开心的离去了 宛盈 你说 他是不是走了狗屎运啊 这么幸运的事情都能被他撞上 我不想给他打工 怎么办啊 佳佳 我之前跟你说过他的判断很准 至今未出过错 你偏不信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不想当街卖臭豆腐啊 怎么可能会一直卖臭豆腐啊 大龙凯乐 臭豆腐生意未来只会是我们的一个小生意 真正赚钱的是我上大学后做的互联网公司 听到这里的两人一脸猛逼 我却继续淡淡的说道 所以你们俩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希望你们能一直跟着我并肩战斗 打造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第二天一早苏佳佳就来到了学校 你这就来了 这么快啊 你要是不用我履行赌注 我可以现在回市里 嗨嗨 苏律师 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把你盼来了 你能来我就能彻底放心了 周辰 你别以为我打赌输给你 会给你打一辈子攻 如果我干得不开心 我可是会随时走人的 你别想着我是任劳任怨的你下属 让我对你言听计从 这是自然 苏律师干得不开心 我肯定不会强留 我现在来了 请问咱们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哪里 也不能说没有 而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所以只是临时没有 这不还是没有吗 苏律师 不如这公司的办公地址交给你来选择 放心 钱这方面我来出 除了公司没有 员工呢 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吗 这个自然是有的 目前咱们公司的员工人数还是可以的 其中两个骨干成员你之前见过 一个叫徐大龙 一个叫李凯乐 巴拉巴拉巴拉 至少有十几个人 这都叫什么员工啊 一个高学历的都没有 这怎么做公司呢 我是不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需要一笔资金 至少三万块 先将公司办公地点搞定 论是你想做好臭豆腐生意 还是打算做其他的生意 办公地点总要有 这里面有十几万 你可以看着用 你不怕我拿着十几万跑路吗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相信苏律师的人品 呵呵 人性是经不去考验的 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苏律师不会做这种事 好吧 谢谢你的信任 见状 苏佳佳内心萌生出振振感动 当然了 苏律师如果真想携款潜逃 绝不会为了区区十几万 除非是那五十套房子的拆迁款 才足够划算 我相信苏律师不会丢失了西瓜 简直吗 我说的对吗 老狐狸 差点被你骗了 我还年轻 叫老狐狸不合适 你可以叫我帅气狐狸 或者英俊狐狸 自恋狂 我要去给婉莹一个惊喜 明天才算真正的入职上班 苏佳佳做事十分有效率 不到一天就搞定了办公地点 怎么样 这里还可以吧 为了帮你省钱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我只要你主动给婉莹打个电话 说请她吃饭 昨天是婉莹接待我 你现在是我的老板 替你的员工感谢一下别人的招待 合情合理 这么简单 没问题 苏律师你从黑子城来 还没有为你接风洗尘 孙小姐替我做了这件事 我的确应该感谢一番 到了晚上 来的人却只有孙婉莹一人 婉莹加油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那个 今晚的夜色真美 风也很温柔 月色下 婉约的面孔楚楚动人 两人四目相对 一时间寂静无声 闭上双眼的模样 我忍不住亲了上去 婉莹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太好了 从今天起 我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但是随即我又想到了什么 如果孙连城知道这事 会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第二天我就把几人 全都叫到了一起 跟大家说件事 这是我的女朋友 哎呀嘛 咔咔的 嫂子好 周辰 你要是敢对不起我们婉莹 我苏佳佳第一个饶碌了你 我会将你绑起来 让你段子绝孙 好家伙 这么狠的吗 这个女人太狠了 狠吗 我觉得正好啊 大龙 你该不会 别 别加说 谁啊 婉莹你放心 有我替你看着这家伙 我不会让任何一个狐狸精靠近 哎呀 你放心好了 周辰不会的 我选择的男人不会错 我现在极度怀疑 你早就喜欢我们上我们婉莹 一直不表白 而是等着我们婉莹主动 对你敞开心意 从而占据感情上的主动 婉莹 我们都被她骗了 男人果然都是大骗子 嗨嗨 苏同志 你这是纯纯的污蔑 我和婉莹 我们是互生情愫 水到渠成 没有你说的那样阴谋论 你不要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其实这世界上 也是有好男人的 比如我 那个还有我 老坤哥 你的意思是通过 这次获得的拆迁款 他赚了上百万 没错 冤闷者币钱应该输于我 使他介护 但凡我能拿下 那无十套聘放 护哥肯定会将利 我这么多钱 改喜的周辰 他害得我失去了 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 我去找他要个说法 他必须拿出 五十万补偿我们 老婆 你如果真能从他身上 要来五十万 我就用这笔钱 给你举办一场盛大的魂礼 我们的重新创业的 欠已有了 小坤哥 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要来 你也要重新振作 等有了创业资金 我们很快会把 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老婆 他肯定不会给的 这都第二十二级了 你还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小坤哥说的对 我去找二姐 我们一起去 第二十级他就坑了我 说是一起去找周辰 结果他没来 怎么可能是他 那么多平房就算一套 只要几万块 也要上百万 他怎么能拿得出 那么多钱去投资 二姐 他当然没这么多本钱 但是他背后的老板可以啊 你还不知道吧 其实他是给别人干活 就是他承包食堂的工地 人家工地老板出资 让他去买下 那个村子的平房 否则他怎么会 跑去那里买房呢 拆迁的消息 只有胡哥那种 人脉极广的大老板 才会知道 他周辰怎么会知道 三妹说的对 那你想怎么做啊 小坤哥说 他至少能拿到 一百万奖赏 如果不是他杰胡 这一百万奖励 就是小坤哥的 他把属于我们的钱拿走了 又让小坤哥丢了工作 二姐 你也不想看到 他比我们过得好太多吧 你跟我一起 跟他要赔偿怎么样 思索片刻后 周柳开口说道 我不去了 他能拿到那么多奖励 是他的本事 我们去强要 他不会给的 况且我不想去跟他要钱 就算他有再多的钱 我也不会让他看我笑话 二姐 这钱本就应该是我们应得的 为什么不要啊 你如果怕没面子没关系 我来开口 你上大学也是要钱的吧 学费要好几万 你上哪弄啊 周柳神色一正 大学学费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 我最多陪你去给你助阵 但要钱的话由你来说 如果成功我不要太多 只要支撑我上大学的学费 没问题的二姐 只要能要到钱 你的大学学费我包了 周辰 我们要和你谈谈 如果不想我们缠着你 你就听我把话说完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好 既然这样我也不跟你废话 因为你的一句话 小坤哥丢了工作 这件事你认吗 嗯 他没了工作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想找谁找谁去 别来找我 这件事不管你认不认 但它已经发生是事实 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胡总将小坤哥开除 你害得我们家失去了经济来源 他被开除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血口喷人 你替人家去买平房 赚了那么多钱 原本这钱应该小坤哥赚 你把小坤哥的前途毁了 你也要为此负责 只要你把人家老板奖励 你的钱拿出一半 此事作罢 我和二姐再也不会来缠着你 那我如果不同意呢 你若是不同意 我还会把你害小坤哥丢工作 在小坤哥领导面前 说话话的事情公之于众 让大众评理 至于怎么选看你自己 你周如为了钱 真的是一点脸都不要 真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 你什么意思 你男人能力不行 人品不行 被开除怪到我头上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们这一群白眼狼 你敢骂我 周辰 这是你逼我们的 你不要名声了是吧 好好好 我成全你 骂你这种白眼狼都是亲的 再来臭不要脸的跟我要钱 我还会打你 赶紧给我滚 周辰 你别后悔 你等着 我要让他名誉扫地 我要让他后悔今天这么对我 不让你成为过街老鼠 我周如跟你信 赵坤这头也没闲着 他决定去见孙连城 既然他周辰能跟着孙连城混 为什么我不能把属于周辰的工作呛过来 来到工地后 赵坤远远就看到我和孙婉营 骑着车子走了过来 周辰啊周辰 没想到你单子够大的啊 连你老板的女人都敢碰 难怪你能称薄 拱底是烫 这个剪女人没烧在背后绑你吧 如果这件事被我通到那位老板那里 你会如何呢 于是赵坤立马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如 什么 周辰与上司的女人搞在了一起 这不会是假消息吧 二姐不会有错的 我秦燕缩减 哪个女人勤了周辰 我还拍了照片 太好了二姐 有这照片为证 他周辰想抵赖也没用 很快他就会尝到骂我的后果 老婆 我这就去招孙恋城 这次一定让他神败命令 老板 我要拘保 我要向你揭露一件打屎 有人背叛你 我亲眼看到他今天中午请周辰 与周辰勾在一起 请您一定要恨恨惩罚醒周的 不要放过这对狗难女 你是谁 老板你好 我叫赵坤 今天是专门来揭穿周辰他们这对背叛宁的狗难女 狗难女 没错 他周辰作为宁的手下 勾打宁的女人 坚持嘴该惋惜 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他们 老板 对于这种叛徒 授贤宁给出去的好处要统统收回去 其次还要让他在咱们采续存胎不弃透 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 我愿意重当骂欠阻 为宁做折剪室 你的建议真不错 孙连成转身看向身边的孙婉营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孙婉营低下头沉默不语 孙宗 他不承认也没用 我拍了他们的照片 爸 我 我不是有意想骗你 什么 爸 老板 他他他他他 他是我女儿 卑鄙的家伙 竟然跑来抹黑我徒弟 揍他 二姐 咱们之前在他面前丢那么刺人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报复回来 你真的愿意错过吗 好 我跟你去瞧瞧 你还认不认得我了 转眼纪念谋剑 你都撑打小伙子了 二叔 你想干嘛就直说吧 好 那我们就直说了 你和刘若妍他们焚夹 所谓张备我们不通意 你们是从小已气长大的熊妹 应该团戒在一起 这样吧 以后你们死结底的神货费 我们计价除 我们这些党叔叔深深的照顾你们 不能任由你们互赖 把好好的一个夹农散 二叔 不用 我现在能照顾好自己 你们要是想照顾柳如烟 这我管不着 小衬 你是不是怕我们咬你的钱啊 你放心 你赚的钱我们这些张备都不要 我们只是替你报关 你还念情不懂得社会上的任性仙额 我每个月给你们熊妹一刃一笔钱 等你打血毕业以后 我们再把钱交到你手上 你看怎么样 二叔这番话说完 我也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好家伙 我就知道这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想到这里我淡定的说道 我的钱 不需要任何人帮我保管 如果你们是为之事而来 现在可以回去了 此发一出 众人全都脸色一点 小衬啊 不使你想的那样 我们都是对你好啊 是啊 我们是为你好 你以为我们是探图你的钱财吗 你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 我们是看在你去死的父母面子 才会不惜浪费时间和警力 跑来管你们家的事 就是不想看到你们熊妹几个误入歧途 呵呵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两年半前我父母去世的时候 你们干嘛去了 我在工地搬了两年半的砖 你们干嘛去了 现在我有钱了 你们一个个舔着个脸 好意思嘛 要不是看在你们是长辈的面上 我高第一人赏你们一个大尔巴子 几人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周晨 你怎么可以如此对长辈说话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长辈 你这孩子太没教养 作为你亲姑姑 我看不惯你这种无理行经 要是你爸妈活了早就杀你了 看不惯就走啊 该在我家做什么 别拿长辈的身份自居教育我 我没吃过你们家大米 你们没资格 你你你 众人也是没想到两年半不见 我会如此眼尖嘴利 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老周家除了你这么个逆子 必须把你提出租铺 随便你们 赶紧走 碰了一鼻子灰的众人找到周如 小如啊 我们都按你说的了 可是那周晨又厌不尽 还骂了我们一顿啊 啊 怎么会这样 现在的周晨已经这么没皮没脸了吗 居然连你们的话都敢不听了 老婆 相赖也是 这都第二十三季了 他肯定不再是第一季的周晨了 真是越赖越没心没肺了 小坤哥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老婆别担心 既然他周晨软硬不迟 那我们就冲他身边下树 什么意思 小坤哥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 赵坤走到众人面前开始说道 叔叔阿姨们 那个周晨太坏了 他现在命名肥晃腾大了 可是却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 就算六如言是他父母的样子 但是你们可都是他的秦叔叔啊 他这样坚持是太坏了 小坤啊 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的钱搞到手 到时候我们平分 好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臭豆腐 什么 你是说让我们去搭他臭豆腐的主意啊 是这样的 他不给钱可以 但是他现在的臭豆腐生意做得这么大 你们可以给他搭工啊 到时候能接触到他的核心机密 嘿嘿 众人一听果然有道理 那你说我们要这么做 现在周晨软硬不迟 我们可以从他身边的小弟下手 那的搅须打弄的就是他的狗腿子 夹人们让我们以气大刀翻拍周称 到了晚上 徐大龙从臭豆腐小店回来 小陈哥 今天下午有七八个人来 集体对臭豆腐生意感兴趣 进行各种打听 什么 他们都长得什么样子 你大概形容一下 好 巴拉巴拉巴拉 就跟这一集开头的人差不多 看来就是他们了 几位叔叔和婶婶以加盟者为幌子 企图套取更多的信息 陈哥对不起 我不认识他们 说了不少我们的东西 没关系 大龙他们知道就知道了 无所谓 我拍了拍徐大龙的肩膀 无非是臭豆腐生意 能赚多少钱 被那些人得知而已 这样更好 让他们知道 我的生意赚钱还有存款 我就是喜欢看他们恨我 却干不掉我的样子 次日的中午 几人再次找上门来 小陈 前天的事情 可能是我们太久没有接触 大家生数缠上了奋旗 这件事你别放在信上 就让他过去吧 是啊 小陈 我们都是一假刃 咱们以期做假租企业 比你用外刃呛 你可以万劝信得过我们 二叔我在这里包证 不出一面就能让你在黑子城开分店 你看怎么样 不好意思 不用你们帮忙 我已经在黑子城里开了分店 而且还是两家 在其他城市 同样有着一家 或者两家加盟店 周辰你什么意思 你是赚钱眼里去了吗 为了钱 兄妹都能舍弃 我们这些长辈的话 更是荡肠旁风 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我们是看在你爸妈的份上 才来绑你们兄妹 别狗咬吕东宾不识好人信 小陈 我们都是你的启任 你这种六亲不认的样子 让我们很失望 沦险 我六亲不认 你们说这话 让我感到可笑 周辰 你如果继续这么名王不灵 别怪我们这些当劳的 把你现在北列的一面 选扬出去 让你的同学老师 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还是那句话 你们愿意去曝光就去曝光 随你们 我周辰不是下大的 周辰 你确定要欲丝汪破 闹到无法手唱 大家练琴妻 都做不称的地步吗 贪图他人钱财 打着为他人好名头的亲戚 这种亲戚我不稀罕 看见就恶心 小土栽子 你说谁恶心 谁想贪我的钱 我就在说谁 某些人自己愿意对号入座 是被我说中了吧 别惹我 否则后果自负 说完这些我就转身离开了 狗屁的后果 我们造谣你又能如何 还能把我们送进去布城 二嫂你别小瞧他 周辰造谣他的生意 已经在第十八集 被送进去蹲橘子了 如果我们直接造谣抹黑 还真有可能跟他落的同样的下场 听到这话二婶呆了一下 显然把这一查忘了 这萧子又厌不紧 我们想让他脱屑 怕是亨难亨难 那我们怎么办 放弃嘛 可他身上掌握着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就算小如说的是假的 他没有这么多钱 但这臭豆腐剩意是实打实的 有多活你们都看到了也吃了 味道的却不错 难道这个剩意我们也不要了 我有办法 你们就等着他下一季楚丑吧 啊